是周夜第一部重生剧 女主化遣上是坏事做尽 靠阴谋嫁人上位 可终究诡计被识破 最后落得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机缘巧合重生到两年前大婚这天 这一世她选择重新来过 我不能再走原来的路 画家也是 你先是冒充沐瑶的身份接近我 然后又暗中下药迫使我娶你 最后连同你父亲陷害沐瑶一家出去 现如今都以真相大败 跟我之间就此一刀两断 她的父亲被斩首施主 自己被流放领外 就在流放一年后 母亲兄长也因为协助自己逃亡被占毙 就在她二十丈行吐血生死的瞬间 竟然穿越回两年前的大婚之夜 这个大婚之夜极其诡异 嘉宾如云公愁交错 新郎却面露不悦 借口酒醉睡在书房 对此花钱一点都不意外 当年仲夜兰也是在大婚之夜将她冷落 借口醉酒去救了穆家之女穆瑶 穆瑶父亲被自己陷害 十日后在牢中自尽 穆家自此和画家不死不休 终究害了自己一家 这一事她要重新做人 救下父亲兄长和母亲 她不再喜欢白色衣服 再见夫君的时候 也是一阵恍惚 她那样子 那一 你我之前不必再继续成员 还想之前一样和我就想 也是 在说我梦片时 她一心怀愧就对我还算不错 曾经已经做了一次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这一次 就不要冲到府城了 新婚夫妻去见仲家家主 身边的男人却总是心不在焉 画浅才想起来前世也是如此 现在男人满脑子 都是昨夜就下的沐瑶 而沐瑶也一定恨自己入骨 他们一起去拜见仲家家主仲西武 也是眼前这对相敬如宾的师兄弟 日后会为沐瑶迷的神魂颠倒 导致自己阴谋败露 然后众人一起拜见了仲西武的娘亲 也是当今长公主 画浅的夫君仲叶兰 是仲家主唯一的关门弟子 从小在园里长大 如同一家人般亲密 既然你也如愿地嫁入仲宅 往后收收心 好好地做仲宅大娘子 切记别再做出什么 有识身份的事情来 怎么听着 长公主好像也知道 仲夜兰娶我的真相 这是不是极了一命 这是她要改头换面 为全家保命 第一步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 长公主和别人驯化 她在这故意小动作不断 也成功吸引了长公主的助力 换她一起去赏鱼 就在大家赏于期间突发意外 身后慢慢摸过来一个人 一眨眼的功夫 画浅已经掉到了河里 多亏自己流放的一年里 学会了游水 而这一切背后的主使 就是这位家主身边的女史幻儿 她也是画浅的唐姐 当初仲家主管父亲 将自己许配给家主安插眼镜 而自己只想嫁给仲夜兰 父亲只能安插唐姐接近家主 这一场景过去本没发生 当初自己被长公主冷落在屋里 这次怕是长公主盯上了自己 果然不出意外 众家人就在屋外偷听着自己 为了改变命运她要重新来过 首先她就开始立人设 不顾大娘子的形象 在众人面前救了一个 被人诬陷偷东西的乞丐 而这一切都被楼上的家主 仲西武看到了眼里 前世他冷漠遭人恶感 这是他决定人后待人 救下了这个姓周的男人 把他送到了医馆 接着他找到了父亲 上市都是因为自己的 极度大动干戈 让父亲接机诬陷了穆家 解铃还虚系灵人 这件事也得他来做 父亲还是那般痊愈心重 听到女儿说对手 可能会自尽在狱中 反而更加开心 话前只能接家主说事 话外设计我落水 和有人偷听我们谈话 本来就是真的 大夫教没问题 那我的天佑家族 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和主家内院之人勾结 本事大吉 现在就斩断联系 家主此时 应该已经注意到父亲了 此事还是眼去锋芒 低调行事 父亲也毕竟是 新家主培养出来的人 若是现在的家主放心不下 并又会扶持新的主管 来与父亲抗口 此事要是由父亲 主动去替穆家减罪的话 一来可以消除家主的 些许疑虑 二来可以让他人觉得 我画家不顾个人 一心只为重家的忠心 这般为主家考虑 会让现任家主 更加信任画家 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穆家已无法翻身 万一将他们逼上绝路 事情败露难免落人口时 这般规劝下 父亲终于点头了 出门的一瞬间 画钱手心全是汉 只有他明白 不就穆家他们画家也完了 也在这时 他见到了当年 那个顽固好色的哥哥 他娶了二十多个小妾 还在沾花惹草 虽然自己不喜哥哥的作风 但是前世 他被自己害得流芳 一年古兽如柴 也是为了帮自己逃亡 哥哥横死当场 这一世 他要矫正的 不只是画家的命运 还要带着他们一起从山 今天是画钱回门的日子 全家人都极尽鳄鱼的 巴戒仲夜兰这个仲家大爷 现在画钱成了仲家大娘子 母亲还想着画钱给哥哥也找个娘子 几杯猫尿下去 哥哥也越来越没正行 水灵的仪式 你要喜欢 我都给你死了 画钱父亲看不下去了 刚呵斥两句 画钱赶忙拉着仲夜兰回了家 结果父亲一肚子话都没说出来 画钱是故意这么干的 当年父亲在仲家拉帮结派 遭到主家猜忌 这一世他要从根上改变这一切 不仅如此 他直接和仲夜兰摊了牌 他要见木瑶 这下仲夜兰都惊了 眼前这个女人怎么突然什么都知道 他哪知道妻子有着上士的记忆 阿倩 我救木瑶居无半点私情 从小时候你陪我守灵开始 我就发誓 此生只你一人 见到了木瑶的那刻 画钱不禁又动了斩草除根的心思 他突然惊醒上辈子自己害人反而害己 一巴掌就要把自己煽醒 结果事与愿违的是 醒过来的木瑶却再也不肯相信她的话 现在我身上还有什么是值得你继续利用的吗 我没有要利用你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经过这几日的种种 我已经彻底看穿你的真面目了 画钱不禁回忆起过去 上士自己极度诚信 看到仲夜兰抱着木瑶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始做了 不仅设计划伤她的脸 还陷害他们一家入狱 背上坚守自盗的罪名 你介绍给我的哑人 经过他把藏有沉水箱的家具送到我们宅中 现在我们木家已经背负坚守自盗的判主之名 之前我屡次上门找你 你不但识口否认 还避而不见直接报官 怎么 现在你打算改口承认姿势吗 给你保证 日后我对你所说的话 全未识 你别够不堵哑人她 门外的仲夜兰听到声响走进屋内 却发现了华浅被删红的脸 不管华浅怎么为木瑶解释 仲夜兰都觉得是木瑶下的手 大爷 你不要再胡子乱想了 木瑶没有动我一根指头 将心比心 姑娘家最怕被冤枉了 大爷还是给木瑶赔个不是吧 华浅就这样把自己的夫君推给了情敌 这一事 她收起了自己的嫉妒心 决定撮合这两情相约的两个人 结果父亲那边又动了小心思 她故意找了一批胶纸的沉香 假装是陷害木家的穷州沉香递了上去 为木家开脱 这般拙劣的演技直接被家主仲西武看出端倪 这两批沉香根本不是一样东西 虽然她警察踏走 可您看 这沉水香不是已经还回来了吗 终身流放 等同一死罪啊 还请家主开恩 男人又当又立 要救木家还要他们再无翻身之地 当初带头叫嚣严惩 木家的人是他 现在自掏腰包为木家求情 自作聪明反而遭到了仲西武的猜忌 我这里也不觉女士 倒是上次路过大爷的书斋 看着似乎极为冷清 不如就让木瑶去你的书斋服侍吧 那便听你安排吧 在画浅的谋划下 木家保住了 终身流放改成了三年 木瑶父亲再不会因为绝望自尽 画浅赶忙找人给狱中的木瑶父亲送了封信 安慰他从长记忆 木瑶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祸不及家人 女孩现在也摆脱了通缉令 他却再次找到了仲夜兰 归在了他的车前 他要为众家做奴作 不管仲夜兰怎么拒绝 他都死心要留下来 甚至不惜为此威胁仲夜兰 大爷若是执意不肯视我为仆 那日后我流落在外 恐怕会一不小心树漏嘴 当初木家上下被抓去发卖 好多亏大爷把我软件 是我的错 从一开始我就不敢接触你 这两人之间是有情愫的 他们的相遇正是画浅看到的那幕 木瑶抓一只飞上树梢的鹦鹉 无意间掉了下来 正好路过的仲夜兰就吓了她 此时的仲夜兰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女孩才是她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 而花浅只是个伪装的骗子 木瑶为仲家做谋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为父亲洗清冤屈 找出花浅陷害她一家的证据 花浅还以为救了木家放走木瑶就可以改变一切 谁知转眼夫君竟然带着这个女人再次走到她的眼前 仲夜兰想让木瑶伺候花浅 妻子转身就把木瑶又推了回去 旁人都恨铁不成钢看着她隐瞒入室 只有花浅拥有前世记忆知道这一切因果 而解救木瑶一家的仲西武 却在茶楼看到了这么一名 花浅的哥哥趁着父母回乡 欺男霸女当众就要强强名女 仲西武见状不平 让身边的侍卫下去出头 狗腿子一打击腿 化身虎甲虎威就搬出了自己妹夫 是仲家大爷的身份 在场的画家吓人见状赶忙回家赶报 男人看着画家眼线都插到了自己身边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 等到花浅赶到现场的时候 就看到了哥哥满场叫嚣的样子 对面侍卫得理不饶人 说花家败坏仲家的名声 花浅却异常清醒 可惜了大爷那等精彩绝业的人才 偏偏把鱼木当珍珠 连女子家的阿萨伎俩都会中伤 这二人从未请 看一拙像是过路的江湖人士 怎么话语中 好像很清楚我嫁给仲越兰的原料 哥哥到底是水上了谁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上来给了对面一拳 袭击之人也被他们打倒在地 花浅心中一定就有了法子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凭什么招呼 只有凭你出言不逊污蔑仲家 我哪有 还有 把他也一同抓起来 全部送到衙门里去 妹妹 你是不是指错人了 指的就是你 既然你的毛病改不了的话 就去衙门的牢房里长长记性 这一幕完完整整 被楼上的众西武看到了眼里 而为花浅出头的男人 正是前几日他就下的那名乞丐 化身见妹妹真的不管自己 赶忙下跪求饶 对面护卫也赶紧道歉 就在他们喧闹之时 身后的周勇却默默地消失了 见对面不再声势 化前也见好就收 只是他转身就将哥哥软禁到家中 而在二楼的众西武也随之消失了 他望了一眼二楼就已知道 有人在暗处悄悄盯上了自己 还没带他跟踪二人 众西武主动出现在他眼前 这位家主也是奇人 不必嫌就要蹭化前的马车 俩人在马车里相顾无言 谁也不肯张嘴说话 等回到家中 女孩想起这些上一世 都没有出现过的情景 不禁有些后怕 而他真正要准备的大事 是两个月后出现的众家大姐 此时的他和丈夫越来越疏远 不在一起住不在一起吃 哪怕众叶兰的主动示好 也无动于衷 因为他知道 丈夫的心始终就不在自己这里 以后我会好好待你 那我要呢 大爷打算如何安置他 我要的可不是你不会死 大爷不妨给自己一些时间 好好想一想 不然贸然做决定 可能对我们所有人 大爷早些回去歇息 我不愿 成长复杀了 当时他费尽心思 娶丈夫欢欣 这一事完全翻了过来 为了哄妻子开心男人 使尽了浑身解数 这架古琴出自第一匠人长青之手 天下仅此一匠 大娘子的琴衣在皇城中是出了名的 大爷特此寻来送给大娘子 银行 把这个先收到库房里 大娘子不是一下琴琴音送吗 不用了 改日再试吧 见花浅不喜欢 仲叶兰又赶紧到处找好东西送过来 大娘子 这棋盘用的是上等的斐木之城 这是大爷费心寻来的紫豪饼 这是皇城中最好的成心堂纸和端页 不管送多少投其所好的东西 花浅都只是浅浅的回忆句 放过房吧 放过房吧 谁也不知道这个痴爱琴琴书画的大娘子 为何突然就变了性子 哪怕丈夫舔着脸上门带着好吃的求原谅 休假邀请他出游也没得到花浅的回忆 拥有前世记忆的他一心等着重家大忌 这是他唯一可以修正过去错误的机会 也是那两人定情的日子 木瑶终究还是留在了家里 而仲夜兰从他嘴中得知了他留在这里 是为了抓住诬陷父亲的真凶 男人现在还不肯相信花浅会害人 为此他们定了三月之期 只是谁又能打过开挂重生的花浅呢 除了成全真心相爱的两人 她的目标还有仲家的长公主 回绝完丈夫的出游 她转身就来到了仲家主宅 上一世就是眼前这个女人一锤定音将自己赶出了家门 儿子仲西武是她的心头肉 事事上心 府里的丫鬟主管的姑娘们都一心想攀龙富凤嫁入仲家 每天都在这里争风吃醋 而最得长公主喜欢的还是花浅的唐姐花曼 那日推她下水陷害她的人 这人次次和自己争风相对 今天却格外低调 看来父亲得知唐姐推她一事 已经知道她和画家离心离德 慢慢地放弃了这枚棋子 对面管家之女见二人身份就开始挑拨关系 怎么瞧着 大娘子和自己唐姐的关系不怎么好呀 那怎么会呢 总归是唐姐妹 就算身份也是一脉至今 你若是在重视员 缺什么需要什么 你直接和我说 我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但是若能帮上忙 我定不会拒绝你 未免仲家猜忌 没人敢和主宅的人亲近 这恰恰是华浅活过一世的聪明 这番表态 看得长公主就是各种喜欢 而寄居在主宅的这群姑娘们 个个都对华浅移植气势 华浅对此一点都不忙 因为她知道 未来的仲家主母就在这些人中 仲夜兰为了讨好华浅一口气 告了半个月的假 为了躲她 华浅没事就往长公主这里跑 每天来告安 又能套关系又能躲丈夫 也终于让长公主越来越喜欢她 华浅专门为了她寻了一串沉香珠 却也让大家看她越来越不顺眼 就在这时 一和太后专门送来的荔枝惹的货 侍女和主管姑娘们 抢着要给家主送 长公主眼睛一转就看向了华浅 在她送到众希武手中的时候 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 突然就叫住了她 你会看账本吗 这个账本上面记录着你哥哥化身 用华赌管的名义在相互肆意 秩序钱财 你说此事你爹知不知行 面对家主质问长兄 窃取主家钱财 华浅一个拧肉就跪到了地上 华浅是我的兄长 骨肉之鸡 我又是一个女子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家主贤民持终 自由处断 我不敢往家指定 你还吓坏了 上市仲家就这样对自己家人开刀 其实这只是仲希武 对她心性的又一次试探吧 事算不必如此紧张 我并非心事问罪 这边刚渡过一关 那个甩不掉的丈夫又跟了过来 这次华浅没再躲她 惊魂未定抓住了仲夜兰的衣袖 这一幕看在大家眼里 还以为他们夫妻感情和睦 顺势丈夫就拉住了华浅的手 看得长公主就是一阵欣慰 也是在回家的路上 仲夜兰发现妻子心神不明 男人不停地关心着华浅 女孩直接开启了华侠子模式 我好不容易华浅了 我和梦瑶之间原本存在的血海深仇 可是 原本和华家没有纠葛的家主 不是为何 现在却开始针对华家 你说 是不是原本的下场根本无法改变 当然这都是在脑海中 仲夜兰是喜欢沐瑶 但也是真的关心华浅 你只需要知道 只要有我在 定会护着你 你如心里有妻 不想和我多待也行 不必非得堵在师娘那 日后你如不先见 我便不会再去烦你了 这番话听得女孩心里一痛难受 尚是自己爱她爱得死去 活来不择手段做尽坏事 到了最后事情败露 也是这个男人亲手把自己赶出家门划清界限 这一瞬间 华浅开始恍惚 他心中在乎的人会是自己吗 而看到他们夫畅夫随的一幕 管家之女羡慕极度 自己被父亲送到这主宅多年 却一直不得长公主喜欢 如若在家不尽重家 恐怕就要被父亲抛弃了 画面一转 独守身归的化前生病了 她昨夜窗户忘关染了风寒 这丫头却开心得不得了 昨天在主宅被众西武下了一次 本来她就想躲得远远了 现在正好有借口 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去了 出嫁的姑娘 就生生过成了养老的样子 每天除了躺着喝药 啥也不管 家里的铺子账目不看 府里招人全有管家安排 上辈子活得太累 她是真的看单了 她享福了 结果一大群人都跟着着急 长公主习惯了这丫头每天出嫌 魂不守舍还等着她陪自己解门 听到化前病了 这个老太太又是喊 大夫送药又是盘珠 众西武听到化前生病的消息 还以为她在装病 对女孩的兴趣越来越浓 娘家人也来了 顽酷哥哥好不容易捡了禁病 刚进重府就开始犯狗毛病 看见木瑶标志就粘在她屁股后面 这次她就是为上次的事赔罪来的 买了一大堆首饰给妹妹 结果话没两句就转到了木瑶身份上来 化前这次是真的急了 你给我把脑子放清醒一点 你知道卓叶兰是 她身边的人可不是你能小如飞飞的 你自己荒银好色的本性改不了 难不成还想严厉化去 她要管着哥哥纹固花心 也不许母亲将手伸进重家 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给了警示 千里之地 亏于你学 往日哥哥在父亲所管辖店铺做的那些事 不用我多说 想必父亲也应当心里有数 上是哥哥在重家偷摸的那些银钱 可是着实害了家里 哪知母亲护着哥哥 根本没把女儿的良苦用心送到 现在的化前宅心然后宽带下人 无意间得知家里新来的一批护卫 有意人生的格外好看 惹得家里的丫鬟都发了春心 就在化前都耐不住好奇心的时候 被身边银行拦了下来 再过半个月就是丈夫的生辰 化前突然想起就是在儿时的这天 仲夜兰和沐瑶定情了 这天是仲夜兰的生日 也是她母亲的记忆 男孩跪在母亲排位前闷闷不愣 沐瑶来了 小女孩开导她开心 陪着她抓鱼 就在临别的时候 仲夜兰想知道女孩的名字 看看女孩的样子 沐瑶得了红疹 也听父亲的话 不肯随意告诉别人名字 无奈仲夜兰将自己玉佩送给了她 约定了两人日后一起再见 而化前就是假装自己是那个小女孩 才嫁给了现在的仲夜兰 要让我重回一次 为什么不让我再冒充她之前回来 现在想要不乱分 也太急事 而在半月后的生辰宴上 前世的仲西武对沐瑶一见倾心 终于到了这天 化前安排了满满一桌菜 等着这两个男人上钩 对了 这里再加一把椅子 不然一会儿家主来了 没地方坐 家主也要来 怎么没听大爷提起啊 你信我就信 开挂的化前还是厉害 这两个男人一起出现了 除了这桌菜 她还为大家准备了场好戏 女孩让下人抬出丈夫给她的赠情 让情敌沐瑶上去弹了一曲 过去是我先弹奏了一曲 然后开始挑衅 变成长大的沐瑶 结果最后自讨固执 这一次 我就索性顺水推车 助她成名 果然沐瑶的情音沙发果断 吸引了众西武的注意 届时就要带走这个下人 不如叫她让与我 娘亲破碍月 正好叫人送给她姐们 这个女主是真诈恋 别人穿越左拥右抱 她在这开挂养老不尽难色 一心只想把丈夫送给情敌宝小命 刚嫁进来没几天就开始琢磨着离婚 之前大爷说过 大娘子的嫁妆 无需放在公帐里 如此说来 若是日后合理了 这些银钱和铺色都难 就在仲夜兰的生日宴上 家主仲西武看上了弹琴的木窑 画面一转 就变成了发呆傻笑的花钱 原来家主要人的把戏 都是女孩脑子里的自害 仲西武见状让花钱也弹奏一曲 谁知女孩各种推脱就是不言 听完师嫂的情谊也是皇城一角 发现的情谊师从明家 自然是世间少有的 是吗 不知今天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够听上一曲的 没 木窑 祝日在前 何自愧不如 好不容易把木窑推到了前面 造化弄人又把两人的注意力 转到了他身上 他越是这般谦让大度 仲西武就对他越加好奇 从没见过哪家的娘子 主动给丈夫房里塞人 毫无私心毫不嫉妒 男人的恶趣味又开始了 据我所认识的话题 他可丝毫见过的师兄身边 出现别的意思 更别说 替别的女子在师兄面前要出 为人女和为人妻 自然是会不同 为人子女时 父母是我的半变天 我自然可以无所顾忌 所以 我即使不择手段 也希望她的视线中 同样 只是我一人 成了亲 我发现 自己要独立撑起来 一整片天 所以 我自然依旧爱着大爷 但是 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将他去为妻 只要他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华浅说的这番话 让仲西武不禁产生共情 这一刻他是真的羡慕起师哥来了 而这一切全都被悄悄到场的仲夜兰听了个遍 师兄听了心里可还感动啊 在心上人面前说了这些露骨的话 华浅修得无地自容转身就跑 真是造花弄人 这一事他费尽心思想把仲夜兰推销出去 结果又砸到了自己手里 不只是仲夜兰心生涟漪 仲西武也对这个华浅兴趣斐感 悄悄命远去调查沐瑶的身世大吃一惊 师哥当年一人打下南方 毫不练拳交回仲家 他不是那种拉帮结派的狼子野心 这番帮助沐家 两人之间只有情字可以解释 华浅和沐瑶在人前向来亲近 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两人的变化 这个女人实在是让他看不透 仲西武不知道的是 他眼中的神秘女子早就步入了养老生活 天天闲得没事只会发呆 实在无聊的不行 开始为自己谋划后路 从始至终他就没想继续当这个仲家大娘子 这一事他要搞事业把命抓在自己手里 叫来府里的管家教自己看账 突然发现自己随嫁的铺子 竟然不在仲家的账本上 大爷这是不想插手大娘子的嫁妆呢 话前语出惊人先把旁人吓了个半死 不仅如此 仲家大娘子还锻炼起来了 只有她知道自己日后危机重重 现在娇入身子肯定是扛不住的 众人看着她瞠目结舌 女孩没有注意到 每次她的院外都有个清秀顾院偷偷看着自己 就是那个她救的乞丐 也终于在这日锻炼完后 身边的婆婆都给气晕了 女人穿越从来不走寻常路 拥有前世记忆 她却为了一直修书卡bug 华前终于等到了星星宴的仲家大吉 当年就是木窑使出苦肉继位丈夫挡下一件 墙上刺客正是木窑的第三号倾慕者 和木窑里应外合取得仲家心愿 这是她不会再让这一幕重演 然后大家都在前程祭祀 她在这左顾右盼等刺客 刺客出现的一瞬间 男人厮杀家眷四下而逃 这个姑娘一点都不慌张 蹦蹦跳跳到处乱窜 哪怕刺客已经砍到眼前 小护卫真是太猛了 一个人挡住好几个 就在墙上刺客弯弓的一瞬间 花浅知道机会来了 一个马步冲过去推开了木窑 就在她转身也要将仲夜兰推开时 男人本能的自卫拽的女孩失去了重心 也是这一瞬间 意外发生了 她一个开挂的穿越人 竟然卡到了系统bug 妻子未就自己重伤卧床 可是吓坏了仲夜兰 花浅却不顾伤势非得跟她说话 再次生死的一瞬间她想通了 前世的错误不能再错 她要向仲夜兰坦白一切 我以后 定不会负你 我 有什么事 小的时候 陪你在寺院里守灵的那个女孩 不是我 月是木窑 她也可爱记得 给那个女孩的 玉佩 我之前撒谎说 被我哥哥拿走弄丢了 但是我在木窑身上见过 我和大爷之间 清清白白 从未有过夫妻之事 我之前内诊 以为 是我下的药 只要 我才能加紧重伤 真相直接击穿了仲夜兰 她亮亮呛呛拦住了离开的木窑 约定了三月之期一到 看到木窑玉佩的瞬间 仲夜兰才知道自己一直都找错了 你爹的案子 我帮你查 我也想知道花浅到底对我撒了多少的瘟 病床上的花浅这一晕就是整整五天 醒来床前的人竟然是重西物 刺客没有抓到 祭典上闲庭信部的花浅就是男人眼中唯一的破绽 女孩健壮不顾伤势就跪在了地上 家主今日特地带大夫请来 不就是想亲自查看我的伤势是否做假冒 可是我只是把大爷的安慰 看得比我的命都重要 难道我如何 不能证明我的一片真心吗 女人重生人间清醒 为了一纸修书 她不顾性命为丈夫挡箭 结果却生生被男人逼反 既然你不给本娘子修书 那就别怪本姑娘给你好看 话浅开挂重生 如同上世一样 仲叶兰得知真相就立马变了 先是撤掉下人厨娘 女孩院里只留下了娘家陪嫁过来的牵纸和婆婆 门外只留了小乞丐一人护院 现在吃饭必须牵纸亲自去脸 饭菜也是清汤寡水没有一丝昏心 再是砍了院里的开支 不再给华浅做新衣 连管账的抚牌都被仲叶兰派人收走 丫鬟为她打抱不平 刚刚小姐才舍身救了仲叶兰 怎么男人这般翻脸不留情面 华浅却毫不在意 我学习管家知识 并不是为了接手仲宅 我也不会贪知仲宅里的一分钱 仲叶兰已经知晓了 当年寺庙的真相 还要我嫁回来 此世纪的局 若是一个男子 整日对我口蜜附件 还用各种各样的把戏 哄骗于我 你会如何对待他 什么人敢这么大胆欺骗大娘子 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 对于现在的仲叶兰来说 我就是那个口蜜附件之人 所以啊 挡箭归挡箭 这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是无法改变的 比起上市流放全家灭门的结局 现在粗茶淡饭也是幸福了好多 谁知仲叶兰这小子 连女孩补脑的核桃都给尽了 华浅什么都能忍 偏偏就这个忍不了 连核桃都给尽了 这可是我满脑子用的 我没挡她的赔赞行吗 众叶兰敢敢做初一 她华浅就敢做失误 有钱有铺子她自己买 作为大娘子不能抛头露面 我们的小乞丐终于上场了 众叶兰 众西五华荣州 至此华浅身边的三个男人 全部出现 当初乞丐被华浅当街救下 华浅就如同仙女一般 自此就对她暗生情愫忠心不二 甚至不惜改了本名 随着华浅的信 现在小乞丐的名字叫做华浅州 我记得掉到大娘子车里 那大娘子便是我唯一的主人 好 她这一改不打紧 华浅脑壳都要想炸了 她既没认出小乞丐 也想不起来上辈子 出现过华浅州这个人 这丫头又开始脑洞大开 难道是父亲 偷偷在外面生的地理 她生得太好看 一个重宅里的普通户院 竟生得这样一战略 还跟我同心 我爹有没有什么外事 大娘子这是什么话呀 或者遗落在外 不为人知的四圣子 现在也多亏有华浅州 他们吃上了满满一桌的吃食 还给她扛来了超级多的补脑核糖 话前此时还想着忍 忍到仲夜兰受不了给自己一纸修书 直到听到了这个消息 女孩再也忍不了了 一早上就来过的 只是被大爷让人挡了下来 不知说了些什么 华夫人和大公子都不敢再上门了 娘亲兄长就是她重生最在乎的人 竟然也受到了仲夜兰的欺负 她等不来修书 直接上门主动让位 眼前的木瑶屋里的男人 都是保住画家的关键 偏偏他们都不再相信自己 不管华浅如何解释都无动于衷 没有办法 华浅只能用行动证明一切 她是真的不再贪恋仲家权势 不在乎仲夜兰这个男人 陆瑶那边三个男人也全部上场 武朔末就是这次刺杀的幕后主使 武家觊觎仲家的香药 仿制不成变起了在祭祀大典上 抢夺单方的主意 谁只抢回去的却是一团废纸 而她此行的目的还有一个 那就是木瑶 早些年间她身负重伤 流落到还没破败的木家 多亏木瑶救她一把 也至此喜欢上木瑶 为此她多次夜闯仲家想带走她 木瑶却死命不肯 武朔末以为木瑶留在重宅是为了给父亲申冤 其实木瑶心里是放不下仲夜兰 女主重生费尽心思想让丈夫修了自己 却也在这世有了新的结识 长公主听闻华浅商好招她拜见 女孩精心打扮出门的时候 华荣舟在院门向她递出了自己的心意 八娘子请留步 又是我哥哥送来的吧 华浅以为这又是哥哥送来的手势 刚要将手镯退回 华荣舟巧手一番打开了镯子的机关 这回我哥哥终于长记性了 学了个这么新奇的玩意儿 大娘子小心 这个刀虽然非常小 但却一场锋利 属下不是故意的 你起来 你别给我整这一套 来来来 你告诉我 这个怎么变回镯子呀 女孩满心欢喜 收下了这个华荣舟送的哥哥礼物 也是心情好 让她当车夫陪自己一起敬见老太太 颜知晓 到了仲宅一反常态 领路下人全都消失不见 华浅私下一看就有了定解 果然众兮武一兮白衣在这里等着她 这么巧是咱们 巧我鬼 巧你这副气味消的模样 是不是还觉得 我才不分时间的 是的 家主说笑了 哪里敢 只是不敢 而不是不信 那我向你保证 日后不再自己传策你 你更会相信 你说 人的命只有一条 所以凡事都不值得以命相复 这个道理 日后你还是好好如梦条条 这是三大性命未行 众兮武本想缓和两人间的紧张关系 谁知话前听到的却不是这字面意思 敢忙和这位家主拉开距离 男人知道自己这张臭嘴又干了坏事 长公主现在是真的喜欢这个大娘子 抓着她嘘寒问暖各种关心 众叶兰武艺高强 埋怨华浅自作主张为她挡箭 身边的儿子不肯昏去 老太太还指着华浅给她生孙子 问及华浅为何受伤期间一直没有联系自己 华浅一看众希武的脸色就明白了 当初是她打着老太太的名义来试探自己 就在男人手足无措刚要解释 华浅把话接了过去 你是嫌我活得太久了吗 长公主看着这两人之间不同寻常也没多想 华浅刚一起身 众希武就向娘亲告假追了上去 女人前面低头猛跑 后面男人边喊边追 看到华浅根本不理自己 众希武一个情急就抓了上去 家主是谁在做什么 男女受受不清 更何况家主还口口声声地叫我嗜嗜 家主如此举动 是想出我一不义之地吗 两人越说越激烈 话题也越来越敏感 众希武只能大手一挥散去吓人 你前几日不是都自寝和离了吗 怎么现在还拿这个身份出来护家护回 家主天天日理万金 怎么对别人家的事我如此关心 我是小说方才在来的路上 让你惜命的意思说 我现在本就失了大爷的心 昨天又已经年迷了 个个一事无成 我身为一介妇人 本就孤立无缘 家主自是无法体会到 一个女子的难处 你如此表明自己的处境 是觉得我还在试探你吗 花浅不是不知道众希武的本意 他是不敢 他宁愿顶撞家主 也不敢让他这一世借着花浅敲打花家 他再次回了娘家 父母不问缘由就质问他任性妄为 在父母眼里只有众家大娘子 从没考虑过花浅这个女儿的感受 只有一项纷酷的哥哥保护妹妹 只是父亲执迷不悟 一心想着借女儿在众家赌掌大权 打着儿子无能 让妹妹接济的名号 只有花浅知道 上一世父亲排挤同僚贪赃王法 被处以极刑 他极力劝阻父亲 想让他放下权势 哪怕现在辞任众家 自己手中的钱也能保全家衣食无忧 女孩低估了父亲的野心 我和众叶兰明明就已经恩断义绝 但爱与情面才将我留在众宅虚度余生 我又为何不能想要离开 非得将自己耗死在众宅吗 当时是我自己要嫁过去的 甚至还假装众叶兰性上人的身份 下药设计他娶我 父亲从小就叫我 小药的东西 就算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争取 可是曾经的我年少无知是非不变 凡事全凭自己的喜悦 这些事情父亲都是知道 父亲为何不告诉我 女子不应该如此自轻自荐 为人父母 我就是应该在子女 不懂事 做错事实 及时纠正吗 若父亲还是如此执名不语 才也全是富贵的话 只会让这画家上下 不能善终 说着什么话 不能善终 这一巴掌打醒了画琴 也打掉了女孩的侥幸 哥哥户戟却纹固短视 父亲贪慕权威不择手段 母亲只会获新名 这一事她终究还是要靠自己 画荣舟看到画琴的伤心疼不已 仲叶兰却在这摆起了 谁打呢 还能有谁 也没几个人能搭乱 你如今还是仲宅的大娘子 日后莫让旁人欺负到你头上 只该丢了我的脸 就在这时 画浅看到远处的沐瑶 一把就抱起了她 这个时代 女人提出的和离对男人是种耻辱 仲叶兰根本不可能答应 所以她要坏起来 逼着丈夫修了自己 造化弄人 上是她爱她爱得死去活来 她爱下情女孩便去学起 爱听情便学情 误打误撞 闯出了个才女的名号 谁又知道自己根本不爱这些东西 我倒是希望她能大发雷霆 在好冲动之下 羞龙 从这天起 母亲一天一封家信 画浅一封都不看 因为她知道 所有人都在怪自己 让自己去向父亲低头 她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哪怕和父亲断绝关系 她也不会让家人 再走那条家破人亡的老路 沐瑶那边也查到了一些线索 当初陷害穆家的衙人 是画浅介绍的不假 但这些人事发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背后隐隐 还有别的势力参与 仲夜兰抱着一丝幻想 画浅万一只是错将贼人介绍过来 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呢 她不知道 真正的贼人武家 马上就要登场 三天后就是品香宴 各地的主管和仲家合作 多年的武家都会出场 仲夜兰也会带着这画浅一起参加 武家 终于又来了 重生女主又开挂了 和黏人的小叔子邻居离接触 女孩又羞又怒 想跑却跑不掉 因为仲西武的伤权是因为保护她 就在刚刚 这个丫头还在品香宴上出阳相 武朔默赤裸裸地盯着沐瑶 毫不掩饰心中的欲望 话前走了神不停地拿筷子戳盘子 她这一走神不打紧 暗中关心她的人都带了 很多事情都因为自己重生改变 现在武朔默竟然主动找到了她联手 上一世自己事情败露被流放发卖 却遭到了武朔默的背叛 性命攸关的时刻 女孩甚至不惜一身相许 你说你要带走木耀 我要中叶了 现在你是不想认了吗 我被你连累致死 你不可能就这样不管我 你的意思是 你要跟弄我 我好歹也是皇城第一才 亲戚说话样样不属于人 我对别人用过的东西 没有兴趣 你 这次话前不会重蹈覆辙 看到武朔默打着帮自己清军策的名号 借机要走木耀 他没有再和这个男人狼狈为奸 也就在这个时候 甩不掉的小叔子追了过来 两人的谈话都被男人听了个遍 自从华浅提出和力以后 众希武的心思越发活落了起来 看着华浅慌张地跟自己解释 男人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针对木耀 方才是他自己突然说看上了木耀 这是他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要帮他 也没有应称过要把木耀许给他 家主请放心 我说过日后只想与事无争 就不会参与到这些纷争之中 所以尔面清长一事 还是各凭本事 各凭本事 一句各凭本事给众希武搞得彻底不够 木耀的三个男人聚到一处 马上就要打起来 话前八步地赶紧躲起来 免得再受牵连 他什么意思 老龙也不清楚啊 谁知转身就在花园里 遇到了那个口蜜附近的唐姐花曼 端着给家主的醒酒汤 对着话前冷嘲热讽 众叶兰冷落话前文静皆知 纯女人趁机就要落井下石 论手段她哪是开挂的对手 不许才随会情来 放肆 你一个女史敢这样定会大娘子 哟 哪受成误了 难不成被我收招了 打着得宠的名号 花曼嘴里的话越来越过分 花浅看了一眼假伤后的重西武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花主身体娇贵 已经要解酒走饮 恐怕是喝不下这种比热的东西吧 花浅你什么意思 到底还是吓得人出生 唐姐还是改不了这般 想家自己的作品 这般上不得谈议 你这 纯女人气坏了 说不过花浅也没躲得了 女孩的小动作 就在她离开的瞬间 花浅伸出了自己的小脚 花曼摔了个狗吃屎彻底炸 四下无人越发的口无遮拦 迟早有一天 我能坐上众家主母的问题 就让你们华家人都跪去求我 果然你曾经的博物 还须不可及 你如何能左右我的决定 你一个你 主母只会是你说要就能要的 花曼被揭穿彻底试心风 捧着醒酒汤就扔了过去 紧要关头 众西武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护住了她 花浅无奈只能陪着她去整理衣物 谁知仲西武胆子越来越大 就要孤男寡女共处一屋 女孩必嫌不肯进去 你我不言 又有谁会知道 或者是你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因为你才落到这个模样的 这是什么 指头要清花松 我是因为你才受的伤 所以由你来够的 于晴与李仲西武说的都是事实 花浅无奈只能让千职守在屋外 结果下一秒女孩就后悔了 你在做什么 脱衣上药啊 那 那要不然 我让千职来给你上药 听一位家主的身份 这谁都可以看的吗 哪有那么快 看着众西武肩头烫伤 女孩慢慢地走了过去 花浅又羞又闹 脑子却又坏掉了 这个关头她想到的 竟然是汤的保温效果这么好 方才华曼身边的小女士 已经端了半天 没想到还这么疼 那是她太喜皮难受了 听不知她 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太娇贵了 好 家主不要动 这对男女就这样邻居里 尴尬暧昧地涂着药 好不容易涂完药 花钱转身就要跑 却被仲西武又叫了回来 她实在好奇女孩说的木瑶 是什么意思 木瑶太过优秀 所以连五十个末 一心怀不悔 我好意提醒家主 在生辰宴上 画前只是看到 仲西武的习惯 却没留意男人 悄悄地看自己 在试探自己的时候 也是这般看着木瑶 开挂的人 再次遇到了系统霸 她不知道 仲西武从始至终 喜欢的都是自己 女孩这般 做指挥证明画家的忠心 甚至刚才唐杰 也是自己送给 仲西武的投名状 谁知仲西武 现在已经不愿意 让她离开了 究竟还要我说几次 我相信我没有传适 我不是不行 花钱一撞门 直接撞没了好几框核桃 女孩低头赶紧跑 仲西武在后面乐开了花 而此时宴席上 武朔末已经安耐不住 众目睽睽之下 开始对木瑶动手 大爷身边这女婶 还真是好像 这个重生女主是真奇葩 看到丈夫和别人争小妾 还在这傻笑 品香宴上有一比赛 武朔末早就偷偷弄到答案 张嘴就想要 仲夜兰房里的木瑶 看到武朔末来势汹汹 仲夜兰急了 仲宅的人不是 别人想要就能要的 提个女婶而已 大爷是不是太过小气了 谁说她是女婶了 她是仲宅的人 自然也就是 我的女人 大庭广众 当着自己的发妻 说些虎狼之词 直接震惊全场 武朔末趁此借机 再次挑拨 你的女人 那你身边坐的又是谁啊 画浅还在这 坐着离婚的梦梦 话题突然就 转到了自己身上 画浅父亲见状 站起来为女儿抱怨 也被女婿当场 就怼了回去 画渡管未免也太久了 这男子三妻四妾的 有何不可 画浅是为大娘子笑来的 画渡管又何必多言呢 这手啊 身体也太长了吧 宴会过后 大家都对着画浅指指点点 女孩强忍心中窃喜 哭哭啼啼抹眼泪 仲夜兰和沐瑶一脸惭愧 不愿见人 画荣周看着小姐表演 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画浮在意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儿 而是仲家的大娘子 也和画浅所想的一样 口口声声定不负她的仲夜兰 转身就向沐瑶表了白 说她是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大猪蹄子 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也是从这日过后 画浅的怨礼越发冷清了下来 武朔沐不停地送明帖 想要和画浅见面 女孩里都不如 清心寡欲养老保命 才是最像的 只是一条消息 打破了女孩的心境 堂姐连带她的丫鬟 被仲西武赏给骂服 流放到边陲草原 听到这个消息 画浅手中一抖 这不就是过去的自己 这辈子她只想 洗心革面善待他人 却还是无意中 伤害了画浅身边的丫鬟 而仲西武听着手下 传来的消息越加好奇 自己喜欢的嫂子果然神秘 游戏越来越有意思 游戏越来越有意思 索性她就放任武朔末 不停地闹头 看看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此时的武朔末 已经将目光盯到 画浅哥哥身上 几个胡同狗 有一个当红歌姬 就轻易将她 灌得五迷三道 见时机成熟 男人赶忙提出心中所想 让她引荐画浅相见 又能成人之美 又能带走狐狸精 武朔末还是失望了 化身是蠢是顽固 但是她是真的在乎妹妹 也不知道她是真笨 还是大智若鱼隐藏的神 气得武朔末牙疼 镜头一转 众府内宅迎来了一阵花瓣影 这都是画浅为画荣舟准备的 男孩在宅中比武战胜了 众西武身边的护卫 不仅如此 化浅还为她准备了一件礼物 异禀专属于 她画荣舟的爵士宝剑 这是我找了 黄城里最好的铺子 特意为你定的 我看你之前 批的剑可都是 宅里统一发的 你如今 是我的院里 唯一的护卫 更别提 无疑都还跟 南风不相上下了 我说话算数 你们跟着我 我肯定不会让你们吃亏 有什么 我都尽量满足 化浅对待大家是一般好 却不知道这份礼物 在南海心中的分量 谢谢 谢谢大娘子 没事 你喜欢就好 这是我平生 第一次收到东西 我非常喜欢 女人穿越回两年前 只为给丈夫添房契 化浅的真心终是错付了 不管自己付出多少 变了新的男人 都不再相信 昨日你去了仲氏园 今日长公主就派人来 抬了沐瑶为妻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不是你在大庭广众之前 若沐瑶是你的人吗 现在我碎了你的愿 你怎么反过来对我发火 你什么时候变得 如此为我着想 大爷如此你了 可是觉得小娘的身份 委屈了沐瑶 那不如 我这个大娘子的位置 也让给她来走 昨日她找到长公主 主动为丈夫拿钱 所有人都以为 她是为了取悦 仲夜兰家庭和睦 宁愿为丈夫拿小 谁又知道她的良苦用心 不仅要成全仲夜兰和沐瑶 还准备让他们大办特办 到时自己在碍于情面 主动让位 结果事与愿违 毕竟选择权 可是在她手里 若是她心中真的有你的话 又怎么会让你 独自一个人费尽心思 她又不曾 主义于你 你又怎到 非她不可的地步呢 有时候就算前因已定 后果 也可以自己去解开 不一定 非要按照既定的路来自 她这番话武朔末听了 华容舟也听进了心里 这些话何尝又不是这个小侍卫 当年他们合作知晓了很多事情 武朔末和沐瑶 根本不是什么一见钟情 当初沐瑶抓鹦鹉的时候 不只是华浅中夜兰在场 远处还有个默默看她的武朔末 只是男人还不明白 她是永远带不走沐瑶的 这就是她的命 华浅只想让她清醒 不要在别人的故事里当一个傻子 长公主派人来赐婚了 沐瑶中是嫁给了仲夜兰 婚期就在一月以后 男人想要的得到了 却对华浅更多猜忌 哪怕华浅愿意退位 也是造化弄人 原本可以改变的过去 却因为自己的哥哥再次失控 沐瑶从下人手中 拿到了这个沾穴的簪子 狐朋狗友药华身宅里的女婿 女孩不从直接撞凉而死 那个女婿恰恰是沐家被流放的丫鬟 不知好歹的东西 这我一个不留神 她就装足自尽了 这些因罪被发卖的人 都是活该 没一个好东西 因罪被发卖的人都是活该吗 对啊 你看给我惹多大钱 哥哥是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吗 在你看来 一个女婿的性命 是不是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她只是个奴婢 奴婢怎么 奴婢就没有亲人了 若去以后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 若去以后 我也被流放发卖 变成奴婢 那哥哥 是不是也觉得我是活该 华浅恨铁不成钢 让南风压着哥哥回去 浅散了被迫留在哥哥院里的女婿 而哥哥交由父母发落 怪就怪慈母多半 因为一个吓人闹得满城皆知 华府没有觉得一丝愧疚 反倒是觉得女儿越来越生分 拉不下脸面只是打了一顿儿子 仲宅木瑶看到了那些浅散的女婿 女孩天真的以为化身会最有应得去坐牢 谁知她听到的根本不是这回事 从这一刻起 木瑶彻底黑化了 薪酬旧恨让她不再抗拒仲叶兰的嗜好 她要在这种宅里向化钱复仇 我不会让你威胁的 只是现在 我还不能和化钱合理 你若不愿意可以拒绝 我愿意 一对男女在花园里里蒙我农 却没发现远处的化钱看到了这一幕 她悄悄退了回去 将这花园和这个男人让了出去 没了爱情她却收获了更多东西 化荣舟跟了自己一年有余 女孩带她如同弟弟一般 看着这个十八岁的男孩越长越高 慢慢高过了自己 你瞧她 身子骨这么瘦 脸却像一儿一样圆润 这样更是显年少 确实原来会显得人年纪小呢 一个月转瞬即逝 转眼到了那妾这天 重宅大娘子比新娘都开心 主动为她开正面迎客 小妾婚宴办的满城皆知 也招来了更多的嬉笑嘲弄 化妈妈还在为女儿抱不平 我女儿不管做什么 她都是我化家唯一的女儿大爷的正妻 哥哥也来了 化浅专门嘱咐她千万不要在今日胡闹 谁知木窑现在早已黑化 拿出了那枚簪子戴在了头上 此次的目标就是化浅的哥哥 仲西武也到了仲宅 看着化浅一脸开心 男人真的被她打败了 你怎么下得这么高兴 家主 这人都已经快来急了 你也赶紧随我入席吧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倒一点也不差 有我回来 好姐 你心里彻底没有师兄呢 木窑照理给仲夜兰 化浅二人敬了茶 女孩在背后贴心地 为木窑做了许多 却都被仲夜兰拒绝 不用了 敬茶的环节不必守 其实我喝不喝都无所谓 我一片好意 既然大爷不愿 那就敬呗 你现在可真是 一点也不愿意住 端庄贤书了 怎么 大爷不乐意 那就削了我 女孩的一番好意 到了木窑这里 却成了化浅压制自己的手段 哪怕化浅送她礼物 也被两人无视 女孩成人之美 为丈夫那钱 换来的却是男人的绝情一刀 即便拥有前世记忆 化浅还是没能逃脱 被男人抛弃的命运 我就说你为何好心好意 为阿瑶去求长公主 现在看 就是你们兄妹 早就合计好了吧 大爷 你冷静 我可以不杀她 但我必须要废了她两条手臂 让她知道什么人不该碰 大婚之日宾客满堂 木窑这个白莲花 却将目光盯在了化浅哥哥身上 趁她醉酒以丫头的名义 将她骗来 化身剑色兴起不宜有她 直接中了木窑的圈套 为了演戏 恶毒的女人不惜自残陷害 仲夜兰看到凌乱的现场 她不听化浅解释 毫不犹豫推开自己的发漆 一刀就砍了过去 化浅舍命相互迎上了刀锋 也就在这时 一旁的化荣舟冲过来护住了她 仲夜兰不在乎她 却是别人求而不得 男人打伤化荣舟再次举起了刀 仲西武也站在了女孩身前 家主的话 终于制住了这个失心疯的仲夜兰 男人眼神越来越冷漠 看了一眼楚楚可怜的木窑 再看一眼手心流血的化浅 她无奈只能抱起木窑转身就走 得逞的女人眼神越加阴森 仲西武主动帮化浅安排外面的宾客 让化浅赶紧先处理自己的伤势 女孩不肯离开扶起了化荣舟 看到化荣舟无恙 她终于放心离开了 身后的男孩却还在为自己 保护不了小姐生气 化浅手心血肉模糊 疼得冷汗直流 仲西武安抚好外面的宾客 马不停蹄赶来为她上药 你是不相信我的遗书 不是的 只是这样似乎与理不合 家主 要不然你打赢我再处理伤劳吧 赶来送药的化荣舟 看着屋里的两人 只能默默转身离开 哥哥现在被抓进衙门 父亲不敢出头 把一切都推给了女儿 儿子犯错 母亲还怪上了女儿 没人在乎化浅手上的伤 也没人关心她的处境 拗不过母亲 化浅只能去牢里探望化身 这次她听了妹妹的话 不敢打一丝木瑶的主意 哥哥是好色坏事 化浅却隐隐感觉是有蹊跷 她找到了木瑶直接开门见山 木瑶文言毫不否认 至此化浅终于得知 是哥哥害死了 木瑶情童姐妹的丫鬟 心仇旧恨她们 如同上士一样无法和解 难道自己重生后的努力 都是白费 她和木瑶终究 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所以你以为 为我求了一个小娘的赏赐 就算是补偿了吗 我差点就相信你了 我愿意相信 或许你在我们木家的事情里面 毫不知情 可是玲珑的事情让我明白 我根本 没办法选择原谅你 化浅一心阑珊走出木瑶的院里 却遇到了那个 已经变心的丈夫 仲夜兰对她越加冷淡 那日家主 若是没有阻拦 你的剑 会不会落在我的头上 答案肯定是会吧 仲夜兰 那玉珑 那么重要吗 小时候陪你在寺院里 守灵的那个人是谁 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如今在我面前失落 就是为了让我心转 放得化身是吧 仲夜兰的没有回答 却也戳破了化浅 最后一丝侥幸 从这一刻起 她终于彻底觉醒 自己这一世 绝不会再依靠任何人的可怜 拥有前世记忆重活一次 化浅终究还是改变不了过去 但她终于明白了 自己重生在大婚这天的意义 如果再早一 恐怕我会再一次 一夜账目地庇护化 而看不见 自己曾经做下的事情 俘获两相依 与上世不同的事 她也收获了 永远守护自己的化荣舟 和那个不敢欺耻的众西武 自哥哥出事一半月有余 化浅不见 包括长公主在内的任何人 也不插手过问哥哥的事 直到这天丫鬟 背着她将仲夜兰 带到自己眼前 化荣舟永远都是那么可靠 直接护在小姐身前 只是化浅 已经彻底看穿了丈夫 倒是给自己养了个忠心的好奴婢 究竟是我做错了 还是因为大爷心里的偏见 才觉得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还请大爷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看到化前转身就走 仲夜兰将她喊住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这两人终于渐行渐远 哥哥的梦 大爷想要变男子 只要你的心安理 重活一次的女孩 怎么可能轻易认输 她理解了自己重生的意义 变败的首饰 清点手里的铺子银钱 要和沐瑶好好正面刚一刚 也不再在乎大娘子的身份 带着化荣舟夜出放松心情 就在行人推车即将撞上的瞬间 又是化荣舟及时地将她拦住 你好像长到了 属于男孩的时间总是太短 化前转身看到了 街边专门等她的重西武 男人带她去了城中最高的摘星楼 一看眼前摘星楼有十一层那么高 化前开始敲退堂鼓 女孩假装自己就上未遇不愿上去 男人的恶趣味又来了 半真半假伸出了自己的双手要抱她 好像突然不怎么疼 好不容易气喘吁吁爬上顶层 女孩累成一条小狗 躺在椅子上一下都不愿意动 被重西武一把拉到了楼前 这就是重西武的浪漫 灯高看尽天下景 一解划浅三千烦恼 若是你今天没有费这么大功夫爬楼梯上来 哪里会知道别人恐伤的情绪 若是怕自己忽略身边消失 那便多放些注意力在身边 而不是因此就不敢远看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盟友 时间不就是应该互帮互助 互帮互助 难不成 他抱着和武朔墨一样的目的 想让我正在起来 抢回重眼 然后 他就可以抱得美人归 女孩开心向前靠去 吓坏了身边的重西武 必把将他拉进怀里 你上来可不是让你自行短见的 你这样 不可规矩吧 你怕什么 现在晚上摘星楼都是我的人 你是不是喜欢 他都已经成亲了 你还依旧惦记着他 惦记 墨瑶永远都是这么心 这么多人都可以不问原由地爱着他 不像我 再怎么累 令人心中的偏见都改变了 狼友情切无意 他们都误会了彼此 此情此景为了解他三千烦恼丝 重西武拿出了一瓶酒 谁知话前也不等他拿杯 放在嘴边就喝了半瓶 哪知重西武告诉他 这是世上最烈的酒 一听自己喝了半瓶烈酒 深知不胜酒力的话前 连滚带爬就跑下了门 爬到一半女孩就开始晕晕乎乎 这姑娘再次脑洞大开 直接爬到了话容舟身上 镜头一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喝多了酒话前也放开了心房 谁人能懂她的心酸 你们都不相信我 也都不帮我 可是出了什么事 又都难怪我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又不是说言同天的神仙 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华容舟听着小姐的哭诉 心里越加难过 也越加想要守护她 如同这天树下 轻轻扶住小姐的头 你说没事吧 没事 我脑袋这么重吗 不重 来了这么久都没有问过你 你的家人可都在皇城里 不在 小时候家里倒饥荒 养不起了 就把我卖到了有钱人家 当努力 我之前被卖到了另一家 后来我逃出来了 那你 一定过得很苦吧 未有暗香来燃起来了 开挂女主硬刚腹黑小妾 第一步就是将牧家的卖身器 甩到她的脸上 你先看完这个再说话 我将你们牧宅老家府的卖身器还给你 若是我不愿意放了她呢 你想怎么样 我来不是为了威胁 所以不会拿你们家府的命做宠 不是威胁 那这是什么 警告 白莲花躲着不肯见她 花浅直接让华蓉舟带着自己飞过院墙 看到卖身器的那一刻 木瑶知道自己的软肋被花浅拿住了 女人以为花浅如她一般狠 拿木家救人的命威胁于她 我能千而易举的 就拿到你们过去家府的卖身器 就证明我能做的还有更多 不管你服不服 我现在手上握着的东西就是比你多 花生做过的措施 她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我没有引进 可是她没有做过的事 我也不会眼看着你给她妄加罪 木瑶无奈只能答应 临走花浅还告诉了她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 众叶兰从始至终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因为她早就察觉到了众叶兰对自己那一丝愧疚 这一个月 众叶兰都没有对我哥哥出手 而是由她被关着 你觉得是为什么 何况 众叶兰自是比我更了解 就在那天一开始 她在盛怒之下失去了判断能力 可是冷静下来想想 也不难发现疑点 就算花生再荒唐 又怎么敢在她的婚宴上造死 所以你连我都骗不过 你觉得你能骗得过她吗 木瑶这样的男人的宠爱 设计了这次漏洞百出的复仇 但是如若那天花浅没有阻拦下众叶兰 哥哥会真的命丧男人剑下 临走的时候 花浅给女孩最后的忠告 永远不要考验人心 等到众叶兰对她的善意消耗殆尽 现在的自己就是以后的木瑶 我可以容忍你这一次的手段 可若是你再用这些伎俩够心 我也绝对不会再留情面 这就是女主的第二步 主动和黎让位 原来在见木瑶之前 她早就写好了和黎叔送到了仲叶兰这里 等到她回到院里 却受到了男人的威胁 我离开仲宅 大家都接待关系 不好吗 你觉得你现在回画宅会比较好吗 画家入侵自身难保 你一见女人 你觉得画家能护你到什么时候 仲叶兰要为木家翻案搞垮画家 又当又厉害打着保护画钱的名利 不想放画钱走 眼前的女孩早就变了 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庇护 我救你只是一场业务 说再来一次 我一定会原地捧毁 所以大爷不必放在心上 权当 那是补偿我之前的过错 你我两个当前 不需要吗 我也有办法可以护住自己 你有什么办法 又是想像以前一样 通过算计别人来保全你自己吗 你当初说心悦我 所以就假冒了木瑶的身份 然后你想嫁给我 就干脆用药设计 到最后连你为我挡箭 也只不过是你为了给自己脱罪 而找到一个理由罢了 现在好了 你想何离 想离开仲晨 就直接找长公主给木瑶刺婚 逼我做抉择 你 怎么 你又想骂我忘人父亲 又想骂我没人性 又想骂我是个狗东西对吗 也是造话弄人 仲夜兰对她并不是毫无情分 在她削减院内开支的时候 男人在窗外默默关心过她 也听过女孩嘴里的抱怨 只是现在两人间的误会实在太多 再加上木瑶的挑拨 他们站到了永远的对立面 也彻底伤了华浅的心 看到妻子这般着急离开仲宅 仲夜兰是心风一样撕了和黎叔 也是华浅这次有些莽撞 她没顾及仲夜兰的颜面 不停地刺激她的自尊心 反而激起了男人的秘烦 没有办法花钱只能寄希望于长公主 花钱来不及细想 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步 劝父回头 父亲若是想要哥哥从牢狱里出来 那就听我的 女人重生回两年前 改写全家灭门的命运 第三步就是劝父回头 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你是不是魔证了 自己的亲哥还在牢狱中 你竟然想着木家人 这一个月以来 父亲应该已经试过各种办法了 哥哥还是在牢狱之中 现在除了相信我 父亲还有别的出路吗 我只是在替父赎罪 父亲没有亲手杀过人吧 那你知道你手上 不 应该是画家所背负的罪恶 到底有多少 丈夫现在一心为木家翻案 女孩心里知道 如果画家不能悬崖勒马 迟早还是会走上 父亲被斩全家流放的结局 只是父亲痊愈熏心 又怎么肯听女儿的话 一言不合就要像上次一样 对女儿动手 打到一半却再也打不下去 她的嫡子还在牢里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临别画浅也给了 父亲最后的中道 方才我说的话 父亲不要忘了 哥哥还要在牢狱里待多久 全看父亲的动作有多苦 只有母亲一如既往的 心疼女儿 做了满满一桌子点心 母亲也很为难 安慰女儿的时候 话里话外都是儿子 你哥哥也爱吃这些 我记得那时候我做点心 他就在旁边守着 做好了就给你弹去 等你吃饱了呀 他才吃你剩下的 娘知道 你一直认为 娘骗起你哥哥是吧 他毕竟是我唯一的嫡子 你还没有生孩子 自然不知道嫡子的重要性 怎么不知道 上辈子也是如此 你要是此事活不做 只顾着自己的儿子 怪都怪在这个时代吧 化浅的外祖母没有儿子 却在家中受尽别人眼 母亲是家中嫡出长女 也被小娘家的弟弟各种欺负 外祖父从小偏爱小娘家的弟弟 男孩仗着自己的身份 在家里横行霸道 甚至抢抢父亲 送给姐姐的礼物 你一个女儿 糟了要嫁出去 到时候整个孩子都是我的 你要是敢打我 我就把你娘赶出去当乞丐 听到这番话 姐姐终于忍不了动手了 但是父亲亦有事都偏向自己的儿子 女孩一生气 直接将镯子摔碎也不给她 从这天过后 化浅母亲致此历史 再也不要过回那种日子 更不想让女儿去受那份委屈 化浅虽然一心揽全没有拿气 但是如果没有哥哥 华宅恐怕早就妻妾成群 你要说自己 因为重男轻女而熟气 怎么到头来 自己也变成了口中的偏心之人 这不一样啊 浅儿 这不是你的嫡亲哥哥 血脉至亲 如果没有女哥 你在重宅的日子能好过 你没了化浅做考试 大爷对你 会没有一丝的忌惮 这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良苦用心 却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只是化浅已经死过一次 她看透了很多事 这一次自己不会再依赖任何人 也要挽救化浅 最后一步 就是面对重宅的长公主 哪怕这样英姿飒爽开挂的女主 也免不了身心疲惫 就像前几日从探星楼回来 化浅足足骂了一道的街 女孩内心的话无人可说 只有喝多了才能做回自己 这姑娘撒了一路风 温然忘了自己干过什么 结果化浅周就一脸纱布的出现了 男孩躲着小姐不让看自己的伤 因为这个伤口是化浅昨天在探星楼下咬的 女孩被家主喊到眼前 却是为了别人试衣服 众兮武也是个大猪蹄子 这是做什么 我想给她做一件医生 看你们身量相近 正好你也来了 你 家主这院子里这么多女士 和沐瑶身量差不多的应该也不少 为何非要寻我 再说 沐瑶如今是朱雁兰的人 你这样盯着自己师兄的侯院算什么 你是觉得我身边的女士太多了是吗 即便是没有仲雁兰 她也不会再听着众生人 仲家高宅大院 对主母的要求极为严苛 贵为长公主嫁入仲家都足不出户 更何况沐瑶是二嫁之人 郎友情切无意 他们再次误解了彼此 男人的懦弱忠实和化浅误会越来越深 将她越推越远 而女情长谈罢 拥有前世记忆的女主救赎计划还在继续 首当其冲就是赶在沐瑶仲雁兰动手之前 查明陷害沐家幕后真凶 为画家赎罪 而其中关键字是当初那个下人 前世记忆里 还有半个月沐瑶就会带着仲雁兰抓到她 化浅避开二人在院中安插的眼线 让化荣舟去灰城找回这个衙人 女孩自顾自说浑然没有发现 化荣舟听到灰城时那突然攥紧了双手 你去打听一下 有没有刚搬过去 独自一人居住 身怀六甲的夫人 女孩上一世得到的情报很少 她只记得那个衙人逃到了那里 有个身怀六甲的女儿 却不知衙人性命 所有的困难都得化荣舟自己来克服 我是不是太为难你了 我知道的信息也就是这么多 这还是曾经在公堂上 沐瑶自己讲出来的 大甲子 我会找到那个人的 真的吗 你若是能找到这个人 日后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我先吓回家即可 不要伤了她养女 和养女肚子里的孩子 派出化荣舟后的第二步 就是杀到仲家老宅 请长公主出面同意合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想请长公主做主 缘我和大爷合理 可是因为那小娘 与她无关 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劝和不劝分 长公主刚劝了两句 就被化钱第一次顶撞了自己 都是这样过来的 你要学着 接受 而不是就这样逃走 长公主是不愿吗 那我只能去求家主了 你 见化钱这般坚持 无奈长公主只能答应了她 让女孩冷静一个月后 就出面半礼合理 其实她的心理也很复杂 既不愿化钱一时冲动离开仲家 也不想她走上自己的老路 如同自己一般 变成仲宅里的金丝犬 我劝的是对的吗 她毕竟有的悬 不想我 然后到了第三步 解灵中虚寄灵人 只有劝父亲悬崖论马 辞任重家 才能避免主家未来清算 哥哥在女儿的斡旋下成功出狱 但是父亲还是痊愈熏心 女儿之前的劝祖 是一点都没听进去 木瑶已经和大爷联手 搬倒画家 就是他的目的 没用的东西 连个男人的心都把握不住 像父亲这样 踩着无数人只为登高 那爬得越高 树敌就越多 隐患也就越多 如今哥哥之时 父亲求助无门 不就是一种证明吗 生死年轻 再愚笨的人 也会看得清楚 我不是在威严总 趁现在还有时间 父亲若是愿意主动辞任 那我们画家 还可保全 灵别画浅向父亲 做了最后一次 决然的忠告 一个月后 长公主就会做主 将自己和礼 也时 父亲若是想清楚 我便会回到画家 同父亲一起面对 若是父亲 还是有恋权势 那我便就此离开 画家荣华苦难 我从此不占半分 而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木瑶的第二位助力 再次出现 武朔墨夜 探木瑶的房间 要带她走 为了取信眼前的女孩 也将过去种种 都告诉了她 那只鹦鹉是男人养的 只是自己慢了一步 没有在树下接住木瑶 故事讲完 木瑶听到心里的 却是另一番意思 有没有看见一只鹦鹦 那个是你养的鹦鹦 原来他连这个 都是骗我的 这注定是暗香来 最高也是最暖的两天 蝴蝶效应 让画浅的重生 再起波澜 原本不会发生的意外 接连上演 哥 哥 你之前出现的时候 你是这么痛 这日的中秋夜 画浅没有选择 和仲夜兰坐在一起 她无视众人诧异的眼光 坐在了画府的西前 女孩再三 劝阻自己的父亲 却还是抵不过贪婪的人心 一个月已到 父亲还会派人来给我传信 我便亲自过来问 父亲你可想好 前而今我还是不要再提此事 画浅手心发冷 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和父亲一别两宽 自此画家的一切都和自己在无关联 仲西武看到画浅离喜 赶忙追了上去 也在店外女孩终于拿到了 仲西武替长公主送来的和离书 就在男人想要拉住她的那一刻 画荣舟突然挡在了小姐身前 画浅来不及诧异 赶忙把画荣舟护在了身后 一个小小的侍卫胆敢顶撞家主 画荣舟第一次落入了仲西武的视线 听到侍卫和画浅同性 男人脸色越加难堪 吩咐手下去查明画荣舟的来历 也在女孩再次做回宴席的时候 现场突发意外 上一世的既定路线出现偏移 无数黑衣人飞向场内 直指在场的宾客 这场刺杀上一世根本没有出现过 女孩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而且刺客貌似是两拨人 目标混乱有的冲向重西武 有的冲向画家 甚至还有冲向木窑的 画浅来不及细想 赶忙躲在画荣舟身后 女孩的猜想是对的 这其中一拨人因为木窑 另一拨人却是他怎么都猜不到的人 原本还算可控的现场 刺客对画浅下了血本 不停地冲击画浅身边的护卫 这两拨刺客也开始内讧 逆方要杀死画浅 逆方开始保护他 就在画荣舟寡步敌众的时候 另一方向的刺客飞身扑向了画浅 在女孩将要生死的瞬间 那个顽固却又宠他的哥哥 飞扑过来挡住了刀 画荣舟终于赶来挡住了刺客 只是哥哥已经鲜血直流 这个画浅一直看不上的顽固 却是这世上对女孩唯一真心的人 如同上市舍命协助妹妹逃命 这一时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护住了他 哥没事的 把握你啊 把握你啊 就在这时 画浅突然眼睛一黑 被刺客拍晕了过去 镜头一转 他被吊在悬崖之上 身边还有同样昏迷的木窑 黑衣人有恃无恐也不杀人 想伤你的立佛人不是我 他们故意等到仲夜兰赶来 让他在这两人中二悬一 仲夜兰心神大乱 却也隐隐做出了选择 男人紧张迈出的第一步 走向了木窑那边 听到刺客的话 想起当时内讧的黑衣人 画浅心中暗暗一动 他看了看仲夜兰那犹豫的眼神 再看了看身旁的木窑 真是可笑 原本今天就可以彻底合力离开仲宅 这些人还在这玩些 试探人心的把戏 木窑 是你欠我的 女孩拿出画容舟送她的镯子 毫不犹豫割断绳索掉了下去 所有人都乱了 在丈夫二选一犹豫的时候 女孩毫不犹豫割断了绳索 却也在这压下 给了画容舟表白的勇气 这是我心中有一个重要的人 我们院子里就这么几个人 那么就是我 你好歹也接句话 画浅真是开挂人胆大 也多亏崖边有数 画浅砸在水面上的时候没有晕过去 就这样胸口通鸡壁的他差点吐息 也是上市逃亡他学会了游水 女孩挣扎地游到岸边 满天大雨画浅浑身是伤 一瘸一拐地走向上游 直到天黑也没找到一户人家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附近有脚步声 画浅闭着眼睛挥出匕首 被一只冰冷的手掌握住 我终于找到你了 画荣舟看到小姐却没有一丝的开心 画里都是冷漠和埋怨 我给你这个镯子 是为了让你保护自己 不是让你自无了断的 一向对自己为命是从的小侍卫这么凶 让画浅也愣了起来 还没带女孩有所反应 画荣舟转身蹲在了地上 我没事 上来 这是男孩第二次悲气喜欢的女孩 夜色慢慢在路上拉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画荣舟一直在背后默默保护她 根本没有顾忌哥哥的情况 也是在这个时候 画浅才第一次知道 眼前的小侍卫已经在身边默默待了好久好久 他娘子一向对我不假留恋 不习惯 我不是 我甚至在牙顶上被绑着头冤 我才没有看到 那你记得 第一次向我说 这组给你说 果然如此 你什么意思 那大娘子 你还曾记得 你问过四次我的名字吗 日后你和默了 你希望我换你什么 还是你没有想过 离开仲展这世代什么 现在小姐和默出了仲家 画荣舟自是要跟随她保护她一辈子 看到画前每次都撮合自己和翠竹丫鬟 男孩鼓起勇气向她表明了自己心有所属 就在小姐的院里 画前猜遍了所有人都没得到画荣舟的回应 直到猜到自己头上 画前愣住了 也退缩了 虽然你长得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姐姐我啊 已经看破红尘 无心情爱 更何况 我也不喜欢年纪比我小 如果其实 有一个像画面中这样一幅散过旧 我是不是就不合理 女孩就这样一步一步背回家 等到她再次苏醒 自己已经回到画宅 牵纸面对小姐却不敢抬头 慢慢掉了眼泪 画前赶忙走到院里 却看到满园的高速 女孩疯了一样跑去前院 并入眼帘是哥哥的灵堂 哭泣的父母 那个宠他爱他的哥哥一动不动 再一次为救他而亡 他才是暗箱来里最爱花钱的人 哪怕整个世界都抛弃了小姐 画荣舟也会一直陪着他 你爱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 哥哥死了 每个人都在埋怨花钱 母亲悲痛欲绝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咎在女儿身上 你死都没死了 谁抓着你 谁也害死了你 父亲让人拉走了悲痛欲绝的妻子 画前闭上眼睛静静等着父亲的巴掌 这位野心勃勃的男人一夜之间已老太隆重 眼眶通红却满是对女儿的慈爱 父亲终于在儿子死后幡然悔悟 只是一切都晚了 你娘太过悲痛 说的话并不是她的背影 你哥哥 对于辈子顽固无赖 对药不改 没想到 最后却做了一劫 让所有人 有广无相干的事情 我苦心竭力不择手段地往上趴 就是想一参 在日后打电好一条路 可她现在不在了 都觉得我这个路关之位也做得良无声职 父亲的意思是 要重新考虑 我之前说过的事 我们就只剩下你一个女儿 你说不想在皇城里待着 可以 我决定听你的 不做这都惯了 华浅靠在父亲身上 嘴唇咬出了血也止不住掉下的眼泪 她行尸走肉般走出灵堂 身边的幻觉越来越多 女孩不敢面对自己的哥哥 过去的历历目目就在自己眼前 却怎么都抓不住 哥哥的死如同一把利剑 戳破了华浅重生后一直以来的压抑 女孩放声大哭 她哭自己真的变成了一个人 她哭哥哥死了 自己竟然第一时间逼着父亲去辞官认罪 她哭哥哥当初对自己是那么好 却因为偏见 处处对她视而不见 自己这一世还是没有救回她 而哥哥却再一次用命保护了华浅 他疯了一样想抓住幻象 又是那个叫华龙舟的男人一把拉住了她 我没力气中可见 那钱也刺穿了我的胸膛 为什么我没事 为什么他就不醒了 为什么他就不醒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 会不会他根本就没有死了 我没有个罪 华浅崩溃了 就在他哭到筋疲力尽的时候 男孩温暖的胸膛慢慢抱住了他 华浅躲在屋里一天一夜也不敢出来 直到听到外面喧闹的声音 才得知今天是哥哥出病的日子 他不敢面对 他只想逃避 又是一阵脚步向他走来 是仲夜兰来了 他来参加哥哥的葬礼 仲夜兰关心华浅 表现出来的却是故作矜持的清高 你如果就这么躲着 旁人会如何说你 你哭吗 怎么 他也是看我可怜吗 还是心里有困 才对我这般和颜悦色 你把我当什么了 阿姐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 但你要出去的话 你先束好发再穿好衣服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回去 回哪 回你的重宅 继续看你跟沐瑶狼情情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 假装不知道吗 男人永远是那般不知好歹 在女孩丧亲之痛时 还要刺激他 也终于将华浅仅存的 一丝情意消耗殆尽 就在仲夜兰 想要再次伸手 拉住华浅的时候 又是华荣舟第一时间 冲出来挡在小姐身前 华荣舟如今是我的 还轮不到你来下令 男人恼羞成怒 直接对华荣舟动手 华荣舟并未还击 用身体生生挡了下来 自己推了半步面色惨白 二姐 既然你坚持何力 那我便 与你所愿 周圆兰 你回去给母妖带就好 那次 他欠我两条命 在女孩最脆弱无助的时候 仲西武终于鼓起勇气 向花钱表白 家主是什么时候改变目标的 没有变 一直都是你 因为喜欢 而眼神不同的人 一直都是你 一天成亲 还惦记着对你 也是你 两尺寸 做衣服相对的人 还是 从一开始 就只有你 哥哥的葬礼办了一天 花钱就躲在屋里逃避了整整一天 他偷偷带着牵纸一个人走到哥哥坟前 前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 现在只剩下一捧黄土一座碑 他就这样静静地跪在碑前陪着哥哥 直到慢慢没了烛火 就在花钱转身的那一刻 他突然看到了仲西武默默地站在路边 男人在花钱的身后 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他 仲西武是来送贺黎叔的 花钱看了一眼自己苦等许久的东西 心中意紧 这一时他真的好难 努力许久还是没保下哥哥的命 这一刻他是那般心酸 仲西武在这一刻不再掩饰 一反常态地咄咄逼人 花钱转身就逃 仲西武也不离开 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身后 花钱赶忙换了花铁 问他那日的刺客追查的如何 那些黑衣人全数自尽 衣着武器全然不同 仲西武已经查到许多线索 都指向了仲夜兰和花钱 这次的刺客 尸体上的衣着配刀 和之前 皆有不同 曾经我家的少家主游学时 似乎一反常态 常常 邀约重大娘子 你的意思是 怀疑那子是大爷 还是花钱的 对于花钱和师兄 仲西武都不宜有他 而他同样在花钱嘴里 听到了一样的怀疑 两拨刺客目标完全不同 就在这时 花钱的手突然被仲西武握住 女孩恼怒地看向他 到了现在花钱还在装傻 就算此时无人 你也不能这样约绝 你把我当什么 你不是一早就知道吗 为何如今海纳归去来压我 我 我可是大爷的大娘子 我知道你之前 因为身份问题而有顾虑 所以我等你恢复了自由身之后 他来告诉你 没有了身份的支援 所以我还想来直接问你一次 家主是来出笑 你我之间的身份 便是到了现在 也是不合适的 或许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 说这些都不合适 但我还是想问你愿不愿意 若你心中有我半分 其余一切都交给我 我会让你光明正大的 站在我身边 气氛越来越暧昧 花钱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 却还是逃避不开 男人炙热的目光 仲西武毫不掩饰地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只是花钱能如他所愿吗 仲家不会容忍一个 二婚之人当主母 仲夜兰更是拦在 两人间的鸿沟 看到女孩的犹豫 仲西武向他迈出了那一步 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你以前都有我 若是你愿意 我就在这里 花钱开始心乱 不知道该不该抓住男人 翠竹仓促的脚步打断了他们 华荣舟在家中重伤昏迷 血流不止 摆在女孩眼前的是 华荣舟的伤势 仲夜兰的那一拳 不会这么严重 联想起自己跳牙当天 华荣舟极快速地 第一时间找到他 还有被划伤的伤口 那个傻子 是随着自己跳下了悬崖 华荣 你是怎么下来的呀 而且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而就在仲西武给花钱 亲手写下和黎叔的同时 男人眼中的爱意 惹得宅中他人极恨 刺杀的真凶 马上就要浮出水面 这个男孩为他 毫不犹豫跳下悬崖 和黑衣人激动受伤 却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还默默地背自己回家 花钱看到花荣舟的 那一刻是真的慌了 男孩躺在床上 浑身沙布染血 昏迷不醒 你之前说过 我喜欢忽略你 我还不负极 现在看 你们都对我掏心掏肥 而我却总是 自私自利职 顾着自己 与你是真 与我可一世 还好 这次发现的 不错 华浅贴心为他盖上被子 华荣舟却不知 做了什么梦 下意识地抓住 华浅的衣带 怎么甩都甩不开 女孩只能趴在床边 陪了他整整一夜 只有牵纸在门外陪着他 男孩在天亮的时候 终于醒了 你醒了 伤口还疼吗 那你 现在可以松开了吗 我方才 我话都没说完 就给你扯过来了 华荣舟此时才发现 是自己拽到了 小姐的衣带冒犯了他 男孩不顾伤势 跪倒在地上 求小姐责罚 华浅伸手 还想要扶起华荣舟 却发现根本无从下手 只能嘱咐他好好休息 回头再来看他 女孩回房补觉 他还是没注意到 离别式华荣舟的自责 就在他睡觉的时候 男孩就跪在院里 他睡了多久 华荣舟就跪了多久 连翠竹端来的药都没有喝 翠竹不顾千指地 阻拦闯了进去 华浅才发现这一切 华浅终于从男孩 嘴里得知了那天的真相 看到小姐掉下悬崖 华荣舟毫不犹豫地 跟着她跳了下去 就在男孩游出水面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黑衣人 两人争执不下 也是在那时 男孩腹部受了伤 而刺客被他伤到手臂 黑衣人根本不想和他缠斗 两败俱伤之后匆匆离开 可惜华荣舟从始至终 都没看到刺客的长相 华浅听闻心中疑病 已然有了猜想 跳牙 受伤 这些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姑娘不曾问过 以后你有什么事 都要主动和我说 知道了吗 我总是在忙着自己的事 顾不了太多方面 我知道你平时话比较少 不过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姚徐会主动告诉我 不知道 还有 受了伤就要好好养伤 不要应接忠言来 那没事找上的一张 我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就是想不得姑娘 受半点委屈 她是不懂华荣舟的心意吗 安排华荣舟好好休息 别再管护院一职 临别华浅再次喊住了她 我眼神不太好 以后你少穿黑色的衣服 不然你受伤了我都不知道 好 这一部分黑衣人 都是沐瑶在演戏 仲夜兰也察觉到事情的真相 华浅的欺骗男人无法原谅 白莲花的欺骗 她就万般包容 我和华浅合理的消息 今日应该就会创开了 你不是连这几天 都等不了了吗 我不知道大爷在说什么 华浅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 他说你欠的 你要救命 压底的黑衣人正是武朔末 男人手臂受伤就躲在城中 他这次隐姓埋名偷偷潜入 留给他逃亡的时间已然不多 只是他还是放不下这发簪的主人 经过这一切重生女主终于觉醒 他要向那些龌龊阳暗的白莲花复仇 对他来说三观善恶不再重要 女孩要将画府完完整整地绑下来 华浅向父亲借了人手 他要亲手为哥哥报仇 安排好人日夜监视重宅 特别是沐阳 还要留意有无夜闯重宅的人 说是门被发现了也没关系 就说自己是画宅的护卫 受我的命令在这里监视沐阳 他就是要故意打草惊蛇 逼着真凶现身 为了得到更多情报 转身女孩就进了众试园 她要将长公主赐婚的礼物还回去 长公主待她还是那般好 给了你就是你的东西了 不必再来还我 这是先帝留给长公主的 我一个外人 不敢说也不该说 什么外人不外人的 纵然你跟兰儿无缘 也不必跟我见外 老太太精明一事 对于自己的儿子 哪有看不透的道理 她早就猜到了 众希武对画钱的喜欢 临别时旁敲侧击地提醒画钱 那日众希武深夜外出送和离书 画钱一点就行 女孩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大主这次事情 做得太师分寸 你不要往心里去 往后 我绝不会让他再饶你清静 待众识员宴会 行私一事水落石冲 我父亲会主动辞任归乡 到时候 我会跟他一起离开 恐怕 此生 都不会再回皇城 听完画钱的话 长公主反而越加难过 她是真的喜欢画钱 也舍不得她 但帝王之家哪里容得下这些儿女情巢 你不要怪我 世家向来重面子 希武和狼儿 从小情同守族 若是闹出兄弟戏强之丑门 恐怕我也难抱你了 女孩心中一紧 跪在地上谢过长公主 前世的轮回一定不能让她再次上演 暗向来的反派今日禁述出场 首当其中就是长颈鹿 看到画钱和离失事 度恨许久的女人马上就来落井下石 你这辈子都这么好运 现在不过被修了 至于这么难过吗 你过得太顺心了 让人打心眼里厌 我听说你哥哥死了 太贵了 看来老天爷真是公平的 哥哥是画钱的逆铃 他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 你这张嘴里在让我听到一个关于我哥哥的字 我不介意让你这辈子都说不了话 怎样 然后就是笑面我 女人故作偶遇过来搭讪 不停和她套近我 打听画钱最近的行踪 是在忙什么呢 没什么 只是在追查害了我哥哥的凶手吧 官府办案 处处说限制 更何况 那刺客的目标 可是我 画姑娘 果然是经过不让虚没 为何她丝毫不在意 刺客的目标是否这件事 梦然她知道了什么 仲西武也在这时制造了个画钱的偶遇 只是男人暂时失望了 画钱此时刚被长公主说完 这两人的感情是世俗不能容忍的 怪不得梦姑娘 是家主日和内定的竹母 如今看来 可真是董礼直进退啊 我何时内定 不过你刚说这话的意思 是嫉妒了吗 家主若是真的想要见我 我在仲西园长公主那里 待了一个时辰 怎么不见家主来 你是受了什么气 是我放肆 请家主输罪 我这就离你 霸潜说走就走 毫不给仲西武机会 但是男人已然变成了狗皮羔羊 怎么甩都甩不掉 反正我已经等了你这么久 我不介意再多等一些时间 总归你现在已经变回了画家的安逢了 你总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我们之间 可不是只要你亲我愿就可以了 你也是对我有意的不是吗 他贴心地为画钱腾空了摘心楼 那里人少安静 他想待多久都可以 男人炙热的目光看到画钱不由地动摇 女孩赶忙趁机离开了这里 仲宅之内现在诡异非常 长颈鹿爱而不得 连仲西武的话都敢顶撞 看到男人为画钱出头 女人直接狗急跳墙反将仲西武威胁 你想要关心画钱 何必找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你说什么 看你的模样 大概跟我是一样的 求而不得了 果然 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惨的人呢 你都知道什么 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 我都知道了 怎样 家主你要把我杀人灭口吗 仲西武啊仲西武 即使你是仲家之主 你和我怎样是可怜者 连所求之人都得不到 我和你不一样 再就是黑衣人武朔末 画钱对仲宅的监视收到成效 锁定了夜叹仲宅的嫌疑人 凭借前世纪 女孩成功锁定武朔末的逃亡路线 提前一天将画府下人都派去埋伏 成功在东城山脚下堵住了出城的主仆两人 画府人多势众 黑衣人自知不敌终于开口了 好你个画钱 当真要我的命吗 诸杀我的罪名 你带自己吗 杀一个逃奴 有什么带不起的 你少跟我装算 你分明知道我是谁 是吗 那你是谁啊 我敢自己抓人 你敢大声呼救吗 那我让你自己说 武朔末被画钱拿得死死的 男人再有不甘也只能束手就擒 世卫怕事情闹大惊动成内 女孩不知可否让他们继续 他就是要闹大闹乱 将背后隐藏的凶手全部逼出来 闹到沐瑶主动上门求自己 领导还让下人主动散播消息出去 然后画钱让画容周演了一出好戏 假扮黑衣人夜闯画宅 再由父亲出面调动官兵守卫画家 将画宅围的水泄补通 沐瑶还没上钩 笑面虎先来了 画钱收到了女人的邀请 在得知画钱抓住刺客以后 笑面虎脸上的笑容越发和善 阴狠的面目慢慢暴露了出来 女人极尽可能挑拨画钱和长颈鹿的关系 想要和画钱结盟 他们一个家在边疆 一个守在皇城 里应外合相互照应 说来我爹爹是仲家在南方产业的主管之手 你爹爹又是这仲家的都管 做日后我们能相互照应 那在这众事园里 便没人能遇过我们掀起风浪 我不懂 穆姑娘在说什么呀 坏妹妹这么聪明的人 怎会听不懂我说的话呢 家主待你如何 我这个过来人可是犯得一清二楚 之后我和妹妹合作的地方 还躲着呢 此时画钱还摸不透毒妇的心理 一路沉默回了家 最后便是仅存的沐瑶了 当初自己被沐瑶羞辱翻墙 求她放哥哥一马 这次终于轮到了她 翻墙的感觉如何 人在哪 什么人 你别跟我装 画钱不紧不慢地喝茶 终于让沐瑶端不住了 必把打翻了画钱手里的茶杯 这杯子怎么得罪你了 你这又是哪里学的 喜欢摔茶展 这个不是个好习惯 得改 画钱 既然你知道自己是来求人的 那是不是应该放低些你的姿态 你究竟是有多厚的脸皮 才能说出来这三个词 你敢说 中秋宴行刺一事 和我说梦不相关 还有悬崖上被劫持了一事 和她也不相关 那些都是我一个人的注意 她也只不过是为我利用而已 一个想要得到答案而去谋划 一个自以为在悬崖底下能够抱得美人归 我应该说 你们是可笑 还是可怜呢 你怎么 下次演戏之前 还是先烈烈你的眼镜 你现在在这儿 只是因为 你的试图 赔上了我哥哥的性命 重生女主为凶复仇的计划还在继续 这次她要驱狼竹虎 借木窑之手去查幕后真凶 我可告诉你 我若木在我这里可是没有饭吃的 所以你动得最好快一点 免得她被饿死 你难道真的敢让五家少家主在你手里有个三长两短吗 谁说我手里抓的是五家少家主 我关起来的 只不过是一个画家的陶奴吧 同样深爱画钱的两个男人 画容周围他一心一意不问年有 我想对付一个人 我帮你 你都不问一下是谁 万一是个大官显贵呢 不管你想对付人 我都帮你 小小年纪 可气倒是不小 我不是小孩子 我杀个人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众系武明知杀害画钱哥哥真凶 却因为大局选择隐忍蛮他 安坦提供的消息 是不能拿到明面上指认他 否则就等你照告天下 众家 在各处都安插了眼线 我以后你怎会不知 他们开始为此嚣张狂妄 不就是以上是这一点吗 回到众宅的沐瑶第一时间见了武朔墨的手下 众叶兰就站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切 当初对画钱有多么严苛 现在就对沐瑶有多么包容 镜头一转 画钱一连等了三日也没等待沐瑶的消息 就在女孩心烦意乱的时候 父亲带着女儿去钓鱼 看着画钱在一边毫无耐心 这个放权回家一心请辞的父亲给女儿上了一课 像你这样一会儿一栋杆子 都打草惊蛇了 亲儿 啊 只要二够肥 何愁鱼儿不上钩啊 这才是画父的本命 性格越来越温和的男人已经彻底回归家庭 保护起自己的妻儿 只是画钱还是顾不了心理内观 她还是不敢面对自己的母亲 画钱沉下心来 开始给画家谋划后路 安排人变卖了画家所有的伤痛 就在这时 她突然发现身边的千纸丫头 开始变得魂不守舍 千纸 这画得罪你了吗 画钱也终于从银杏嘴里得知 千纸这丫头最近和仲夜兰的护卫走得很近 南风打着给小姐送东西的名义 隔三差五的来找千纸 今日送情明日送其没完没了 我替我们家姑娘说 这些东西她都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 我还有笔墨什么的都没送过来呢 你不是说想起什么拿什么吗 我看你也没有把笔墨忘掉 怎么不一起送过来 南风 我在这里告诉你 就算我家姑娘已经不是大爷的正妻了 那你也是没有半点机会的 千纸姑娘 你还敢对我动手 你太过分了 我新约的人是你 小丫头千方百计躲着小姐 画钱向她问话 女孩否认完转身就跑 我和南风这件什么都没有 看到千纸跑开的样子 画钱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转身就带着画荣舟开始干坏事 走 跟我出去吓唬人去 南风见到画钱一刻是真的慌了 男人跪下为千纸求情 都怪自己对千纸一厢情愿 千纸对她没有一丝情愿 两人也绝无半点愉悦的行为 千纸姑娘也说了 之后不负相亲 真是一对傻子 说千纸 当真是对你毫无心思 又怎会连你上门一事都没有告知于我 而是自己出门偷偷见你 画钱从未把千纸当作下人 她不会反对二人的姻缘 但也不会为千纸赐婚 一切都要南风自己去争取 只是摆在南风眼前的 还有仲夜兰这道鸿沟 若是让你 在你的主人仲夜兰和千纸之间 选其一 你会如何选择 灰姑娘 叔叔下无法抉择 大爷是我的主人 大爷居然不会让我牺牲下人去维护于她 千纸姑娘又是我唯一中情之人 我吃她嘴硬心软 冤此生只她一人 但我不能为此判处 南风的敢作敢当 终于让画浅放下心来 也刺激到了一旁的画荣舟 秀如那句话 人生若只如初见 画荣舟终于走到小姐面前 她不再一身黑衣 也和小姐开起了玩笑 我想到现在还觉得 第一次见我 是在祭祖典礼上 人生若只如初见 小侍卫历经万难终于走到画前面前 我问过姑娘 还记不记得曾经四次问过我的名字 现在看来 你是真的不记得 你第一次问我就是在这个地方 哦 原来是在这里 不记得可以不用说了 姑娘不记得没有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 你先忠实了 你叫什么名字 荣舟 周勇是吧 有钱的话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画 完了完了 这下可耽误时间了 荣舟 你叫什么名字赖转 属下叫 画荣舟 我在仲宅待了半年 才终于有机会 能走到你的身边 我现在告诉你了 你还不忘记吗 这个男孩第一次勇敢表达了 自己的心灵 两人四目相对 画钱不出意外又跑了 女孩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签纸谋划了一份好前程 亲手为女孩整理了一盒首饰一间铺子 听到小姐将卖身器都还给了自己 签纸还以为画钱要赶她走 赶忙跪到了地上 你起来 姑娘 我不是赶你离开了 这是我给你和南风准备的嫁妆 过去时 我可能就要离开黄城了 还好 现在我知道了 要不然到时候把你带走了 岂不受复了你的幸福 不管姑娘去哪 我都要跟着一起去 你放心 若是日后南风欺负了你 就算我不在黄城 也会下回来给你成交 再说了 我可养不起你一辈子 你别想赖着我 她不只是对签纸这般好 翠竹和银杏也是一样 许诺如若他们也有了心爱之人 也会帮他们找份好前程 而在画钱看不到的地方 笑面虎正和二叔谋划新的阴谋 若想获得一些东西 必定要付出一点的代价 众戏舞恰逢其会的道 男人一脸笑容 让人摸不透深浅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孟主管的确是一心 只为仲家的栋梁之在 现如今这男方的生意 可真是离不开她呀 当然任谁都都不够开挂的花钱 就在女孩再一次主动来到仲市园 两人互相试探的时候 女人的阴谋中是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以前孟姑娘的建议 我考虑了一下 感觉不错 所以今日就特地前来戏谈 妹妹若是有什么不清楚的 大可以来问我 我们若是合作 我定会轻囊相受 那不知 家主平礼 可有什么喜好 这你就问对人了 家主啊 最爱十天 这妹妹投其所好 定是不会错的 妹妹难不成忘了 之前长公主 叫你给家主送过什么来着 半君如半虎 皇上终于对重生女主身边人下手了 果然是你这个杀切刀的贼人 真是让我们在这一天了你 仲西武处心积虑安排了这么一幕 女人当街指认华荣舟杀人 男孩看到来人杀心四起 华浅安抚他将他握剑的双手摁下 仲西武看到这一幕更加恼怒 华浅刚刚为他维护两句 华荣舟却主动站出来承认了一切 好巧不巧县令突然出现 一言不合就要带走华荣舟 一向拖沓的官府这么高小 看着县令尴尬的神色 华浅才明白幕后的人正是重西武 我了解 有人故意设计我 我不能 你了解过你身边之人吗 华荣舟是被冤枉的 冤枉 他可根本不信华 同样是这个男人 刚刚在仲世元还不是这般神色 听到华浅来到仲世元 仲西武马不停蹄赶来见他 笑面虎见风使得立马避嫌 他已经为华浅埋下 仲西武喜吃甜食的坑 只带女孩送花蜜给皇上 便能让华浅万劫不复 多亏仲西武急事玩笑 无意间破解了死局 你难得来这里 不是找娘就是找孟一斐的 娘还好说 凭什么孟一斐 见你的四叔都比我要多 平日你怎么没带着你那个 护卫进仲世元 我听闻这几次你和你那个护卫所的奇形 家主喜欢十丽之花蜜吗 你这是在打听我的喜好吗 这事先少有人知道 我虽喜甜 但是唯独花蜜是不可使用的 小时候务实差点丢了半条蜜 大夫说是与我身体相可 看到华浅一心追查真凶 仲西武终究还是瞒了他 但不论仲西武如何是好 华浅都不敢再靠近 果然帝王心性根本不能容忍 华浅身边有任何人 包括他的侍卫 之后你想知道什么 可以直接问我 家主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吗 那杀了我哥哥的刺客 可有下落 我若是知道幕后黑手 定会经手去处理的 男人一把抓住花蜜的胳膊 不由分说带他离开了这里 看着身边那张熟悉的脸 这不正是当年茶楼里巡视的人吗 而仲西武拿出了收集已久的证据 华荣舟本名齐荣舟 不仅杀人还欺世灭子 哪怕看到这些花蜜还是愿意相信他 只是一切都由不得女孩了 华荣舟杀掉的师父正是远近闻名的武器匠人 想起他送给自己的镯子 看着手上的证据 花蜜脸色越来越惨白 他年仅十岁就为谋财而害命 之后更是歧视灭祖 方才在街上遇到的那对夫妻 是家主所为吗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我本意只是忧心齐荣舟被揭穿恼秀成怒伤进你 才亲自前来看顾你 家主在此 当真是怕花蜂舟伤害的我吗 不然呢 难不成我是想看你不顾事实还要维护于他 眼前的一切击穿了华浅的防线 女孩打开仲西武关心的手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他面无血色回到华府 转身就接到了沐瑶的情报 原来仲西武真的知道真凶 他还在和自己演戏 华浅心灰意冷让父亲放了武朔墨 比起幕后真凶 武朔墨简直就像个傻子 男人以为是自己疏忽 混入了别的刺客 才害死了华浅哥哥 太后以为刺客亦在皇室 才无意牵连了哥哥 只有仲西武和华浅知道刺客的目标 从始至终都是华浅一人 而华浅的父亲竟也是武朔墨的知情人 我还以为 你打定主意做锁头乌龟 假装不知道我在这里了 今天房里走你要记住 不该说的话 要永远埋在你的肚子里 武朔墨欠了华浅一命 许诺日后一定相报 经此一事 他心灰意冷要离开这里 男人最后见了木瑶一面 彻底结束了这段求而不得的孽缘 刚处理完武朔墨 华浅的身边再次起舞 翠竹救人心切 跪求小姐出面营救华荣舟 也终于坦白了自己做过的一切 翠竹渡恨华荣舟对小姐的喜爱 当初木瑶陷害哥哥是他在通风报信 中秋宴上也是他抱紧华荣舟的腿 导致华荣舟救之不及 间接害死了华生 华浅听完面色惨白什么都没有说 他去监牢见了华荣舟 男孩还是那般温柔 见到小姐那一刻立马就坐了起来 就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狗 别 走 不走 一点都不走 你不信话 对吧 我 那为什么要说 自己信话呢 我不喜欢我之前的行事 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有行事 直到我遇见了姑娘之后 我就给了自己这个行事 因为一个侍卫 重生女主和皇上渐行渐远 阿贤 能不能 有一次你主动来寻我 只是因为 想见我 那家住之后 行事以前可不可以考虑下 你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 要选择那种方式 互相喜欢的一对男女 因为华荣舟闹成了这个样子 华浅终于知道了华荣舟的身世 她从小母亲早逝 小娘见她清秀 将她卖给了一个喜好男童的富商 男孩宁死不从 趁其不被杀了她 而这时她仅仅十岁 至于杀尸 则是因为送给华浅的卓子 华荣舟被这个师傅常年非人虐待 实在忍不了才从这里逃了出去 祭祖大典后 男孩担心小姐安危 返回这里为她求卓子防身 师傅还想再次留她干苦力 直到男孩拿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才打开门 就在这时师傅用暗器从背后偷袭华荣舟 男孩本能的反击才失手杀了她 她在自己身边那么久 却什么都没有说 卓子在手腕上是那般冰凉 严刑拷打她没有慌 看到女孩哭的一刻 华荣舟是真的慌了 对不起 华荣舟 姑娘 姑娘 你 姑娘你不要哭啊 我知道是我犯的错 你不用管我的 不 我的错 这不全是你的错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男孩一动无意间触碰到身上的伤势 华浅掀开她的衣物才发现华荣舟浑身是血 狱卒哪有胆子对华荣舟言行递步 全然是受众西无指示的 为了给华荣舟翻供 华浅再次来到了众事员 她想得到那对夫妇的下落 难道你能主动训我一次 我还以为你是为我而来 华荣舟只是另一句 我跟你说了 她叫齐荣舟 你去融化那华荣舟 你这是在跟我表明立场吗 她是我的护卫 多次救我于危难之处 护卫 她看你的眼神 你可没有护卫甘有的半天无忧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何还要把她留在身边 你将我治愈何地 我只是向家主 回宾有关 其容舟事情的真相 两人行差踏错伤害了彼此 众希武第一次拒绝了华浅 谁也想不到众叶兰会在这世出手 帮她查到了那对夫妇的所在 只是在告诉华浅之前 男人又开始犹豫 华浅还以为她要提什么条件 其实众叶兰是想劝华浅收手 贱女孩这般坚持 最后还是告诉了她 就当还了华浅对她的一见之恩 两人相视一笑 一脸坦然 钱是爱得死去活来的两个人 终于放下了过去看淡了一切 在众叶兰的指点下 华浅找到了这个偏僻小院 这对夫妻还以为华浅是来灭口 得知女孩想要真相 终于承认了一切 当初他们羞于启齿父亲折磨华荣舟 所以不敢报官 这次出面也是背后有人指点 就在妻子同意去官府作证的时候 男人一句话点醒了华浅 这个局背后有大人物 就算他们翻供也就不出华荣舟 华浅手脚冰凉 众希武竟然要做到这个地步 一开始华荣舟有没有罪 都是男人的一句话而已 出了院子 华浅看到了沐瑶 她还在纠结仲叶兰对她的心 华浅心烦意乱 哪有这个心情 从来都不是我让 而是她选择 新婚之夜如此 回门之夜如此 悬崖之上如此 沐瑶愣了许久 终于看淡了过去 华浅害她一家 她误害华生一命 前世已了 在离别那刻 沐瑶再次提起了那封情报 我费尽心思也没能拿到证据 我根本没办法执任那个人 还有 就算你是为了家 才选择和阿兰合理 但有的高知没有那么好盼 我盼人没运行 华浅是不会放弃的 她再次来到监牢 看望华浅州 这个男孩对她 毫无隐瞒说的都是真相 翠竹被她赶走了 签纸马上要嫁人 过段时日 华家也要离开皇城 再也不负昔日荣光 华浅州看重的 唯有华浅而已 我已经见了那堆李石叔叔了 是我连累了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那我 对于姑娘来说 很重要对吗 嗯 重要 不管姑娘选择哪条路 我都一定会陪着姑娘的 为了稳固自己的仲家江山 皇上选择了欺骗花姐 为了可以让女孩 站在自己身边 仲西武更是逼着她揭发父亲 你爹做过的事情 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说想护她安全 你就请自己 看到眼前这些父亲的罪证 女孩手脚冰凉 这些东西锁在梳妆台里 身边唯有签纸和银杏能拿到 银杏是你的人 家主方才说 我不信 可是你却在我身边 安插这样一个手 华浅终于知道 男人为何会刺刺和他偶遇 永远不要揣测一个帝王的星星 刚刚仲西武不愿见他 华浅就赌气候在他的门前 不到半个时辰 仲西武怒气冲冲 把他拉进大殿 随手就将女孩 壁冬在墙上 你还当轩身否刺 算出来我不会把你 晾在门口受人事件 所以你就躲在门口 家主离我也太静心了 怎么你又想把我推开 家主先前不是怨我不来 怎么我来 家主好像还是在怨 那你敢说你是为了我而来吗 两人近在咫尺 却又远在天涯 女孩此次是来求仲西武 放了华荣舟 作为交换画府 不再追查杀害哥哥的凶手 同样是谋财害命 在仲西武眼里 却不尽相同 华荣舟自为反抗 最有意义 笑面虎刺杀画浅 杀害画身 却不用承担任何代价 若是家主 真的公平公正 又为何把此事拦下来 我告诉 为什么有的人 杀人可以逐击 而有的人 只能偿命 你是在拿这件事情 同我做教育 原来这件事情 家主你早就知道了 仲西武心里何尝不知对话前不公 孟家在南方全高位中 皇上只想徐徐徒之 将孟家的势力连根拔起 他没想到 华浅竟然为了华荣舟 可以放下哥哥的血海深仇 华浅是不懂仲西武吗 他是不能 仲西武肩负皇家重任家国天下 而女情长在他这里永远都是末位 就如这次孟家行刺 他明明知道真凶是谁 却每次阻挠华浅和笑面虎的相见 生怕华浅查到幕后真凶无法收手 误会到了现在 不管仲西武如何表示迟早会铲除孟家 女孩也不愿靠近他 他懂仲西武怕伤到国家元气 懂上位者的权衡利弊 但他要的从来不是这些 女孩只想简简单单过玩这宝贵的重生 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华浅退后一步重重地跪在地上 至此以后 父亲辞官返乡离开皇城 刺杀秘密也会永远滥在女孩心里 不要走 你竟然要离开 家属都是不相信我 可以让我永远闭死了 我跟你说了无数次 我从未出色了 只是你从未相信过我 刚说完让女孩相信自己 下一秒仲西武为了逼他留下 让他光明正大地站在自己身旁 仲西武拿出画府的罪证 强行逼画浅自接画家罪行 拿全家性命威胁画浅 他可以容忍放走画荣州 却不能接受画浅离开自己身边 还想着画浅代罪立功破格入宫的幻想 假如你不如赐我一死 可足够让我替一付赎罪了吗 你明示我的心思 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话自我 我知你的心思 中西武 我可从来都不知道你的心思 下个月初五 我会将成立所有主管交集中事员 你若当初公布这些 我就会少过画家 家主可真是儿戏 这次 说有就有 说无就无 阿芹 家主亲口的 阿芹你信不信 我所说这些只是想让你待在我身边 阿芹 从女孩转身的那刻起就彻底心思 中西武看他背影也是泪流满面 画浅扔掉了那个香囊 扔掉了中西武当初送给自己贴身的香药 也扔掉了对他的幻想 男人的动作很快 只是一句话画荣州就回到华府 画浅为他准备了盘缠 嘴上全是不喜他杀过人 让男孩离开自己 现在画家自身难保 翠竹银杏背叛离开 千纸将要嫁人 身边只剩画荣州让他放心不下 现在连我也做不了你得主了 是吗 你之前说要跟我一起离开的 刚才在牢狱也说是接我回来 我都已经相信了 男孩还以为画浅真的是嫌他杀人 面色惨白赶忙说自己已经改过 还要自断一臂以示真心 说完立马就要抽剑出桥 姑娘之前说过 离开了皇城之后 身边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后看我死了 我不愿看到姑娘孤身几人 而我曾受到败了 也就只有姑娘一个人而已 画浅再一次来到哥哥墓前 带来了画身最爱的酒 女孩泪流满面内疚不已 这个世道就是如此不公 有的人要杀一个人是那么容易 唯一可以问罪的人 却在包庇真正的凶手 所以我就只能拿着 那个口说无凭的消息 去给画浅 换来最大的东西 我是不是他惯了 哥哥你知不知道 这已经是第二次你在我面前 重活一世 画浅单纯地以为书远家人 就是保护他们 结果哥哥还是死在了自己眼前 女孩暗暗起誓 他一定会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暴露 画浅一杯一杯就这么喝了下去 直到他在哥哥背前神志不清 姑娘 哥哥 哥哥 女人重活一世小心翼翼 却走投无路生生被皇上逼反 既然众西武不肯放自己离开 画浅也不会让男人得逞 他不仅要保住画家 还要为哥哥报仇 第一步就是约出笑面虎 眼前的女人还是那般虚伪阴险 妹妹看着好生冷漠 这几日也是不怎么理我 怎么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你不要再玩这段姐妹情深的把戏了 平白让人坐 家属的荔枝花蜜过敏一时 孟姑娘莫不是忘了吗 我是当真不知心 你这么演戏不累吗 究竟是因为何事 你对我动了杀戏 怪作怪 你自不量力 你既耍手段得了中夜完 又何必来招惹家族 你若是个清白之神 我自然不会插手 怪就怪在 你是一个继父之神 还妄想自己不该得的东西 你记得吗 不就是因为 只要我想要 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你踩在脚底下吗 仲家主摸的位置 我告诉你 这一次的 绝对不可能再坐上那个位置 你应该感谢我 谢谢我高抬贵手放过我 我根本就不想要 这仲家主摸的位置 可是你却偏偏这般对我 我很差点就要把你的恐惧 变成了现实 你别见人 笑面虎被揭穿了恼羞成怒 一言不合就要攻击化解 谁料女孩侧身避过 她反而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怪就怪在她太过自负 一个吓人都没留在身边 华浅轻易地将她踩在脚下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 以后 这些家主也护不了你 你信不信 今日无论我做什么 众心我都会压着不追求 你别以为你的混蛋哥哥 替你挡了一刀 你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有一天 你们华浅人一个一个都没有好战场 怎么办 笑面虎狗急跳墙 反过身来还要掐华浅脖子 女孩心中力气再也压制不住 一把将她推到假山上 划伤了那张伪善的脸 笑面虎一声尖叫直接晕了过去 画浅毁了后宫女子最为珍贵的东西 一道伤痕还化身一命 要不是自己后续计划要保住画家不能杀她 画浅还真不想这么便宜她 而众希武就算知道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也会帮自己压住 做完这一切 画浅开始第二步 女孩起身跪在大殿中央 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 将画家罪证捧在头上 全场寂静众人面面相许 从没见过如此狠毒的白眼王 竟然举报自己的亲生父亲 木瑶也是一脸震惊 明明自己说过放过画家 为何画浅今日会这样做 他没有对画浅落井下石 面对众希武的提问 也表现自己全然不知 父亲淡然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什么都没有说坦然承认了这一切 众希武慢慢将戏演完 现在才是画前准备已久的时间 场面终于失控了 我知你向来明示 果然我没有看错 你此番大义面心 实属于此表率 我不会迁怒苛责于你 在众世园里 希武 他从头到头 对此事毫不知情 实则为我所来 此事 竟是由我一人极度之心而起 此前我因心悦大爷 心思想爱荣物的旁人 以小人执心忌惮怠木耀 并不惜 出此恶毒诡计 铲除木槿 你在我说什么 此事 大爷和木耀皆知 他们宽宏大量 希望不救 而我 守过自己过去曾经的罪证 实在难安 终是难逃内心谴责 所以今日 特来请罪 既然你主动认罪 先压下去 择日再审 家主莫不是 要当堂省画家 这才是画浅的最终计划 以己之身替赴赎罪 他既要为兄报仇 还要保住画家 就在女孩进宫之前 他已经安排好一切后事 和母亲和好如初 和父亲坦诚一对 亲口听他承认父亲 和武朔墨陷害木耀一家 劣质 陈水香 相方 就是从他那里获取 这是我和他亲自对戒 并无第三人之相 画浅为了自己的计划 详细地让父亲 说了一遍构陷木家的过程 临走时 父亲再一次喊住了他 经历这么多事 他早就看淡了一切 女儿是他余生唯一的牵挂 直到你哥哥没了之后 我才开始停满 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当他不够高 从来都没有 从你们的立场出发 所以 才让自己的女儿 碰到事情 都不能向父亲 坦然直立 现在 只要你好好的 我便了无天挂了 听着父亲的话 画浅内心复杂走出门外 老天总是造化弄人 重生一次 都不能让他们全家圆满 女孩陪着父亲母亲 度过了最为珍贵的半个月 他们父慈子笑其乐融融 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日子 时间总是过得太快 转眼到了宴会这天 画浅安排好画荣舟 怕男孩不肯离开 还给他编造了一个理由 让他先行一步去江南安置日后居住的宅子 这一去天高地远 就算画荣舟听到消息再赶回来 一切也已经尘埃落定 姑娘 你要记得快点来寻我 不然我就回来找你了 好 看到女儿将所有罪责背到自己身上 父亲开怀一笑 织女莫若府 女儿的计划他早就隐隐猜到 权贵已是过眼淫焉 他就静静等着女儿将真相全盘拖出 然后义无反顾地将罪名安在了自己头上 傻孩子 美父犯的错 那又让自己的女儿代为胜过的道理啊 父亲坦然承认之前所有罪行 都是自己立于熏心陷害同僚 假借女儿之手将衙人送进木宅作家 化浅从始至终都是无辜的 一到暮年的男人就这样跪在众戏舞面前 他心地善良 刚才主动请罪一事 只是 屁股顶罪把了一片消心啊 不 不是这样的 与父亲无关 是因为我 心悦大爷 心里容不下木遥 在设计更前木遥 今是我总有的 家主 他只是一个规格女子 哪里能 设下如此周密的一个拳套 对父亲才已经知道自己 心差大错 你就不必再出来 急不顶悔 让你早就行之后 我当然知道 因为你是我的女孩吗 你回到华家之后 做过的任何事情 查过的每一个人 背负都知道 放心 别怕 有点点我在 别怕啊 哥哥没事 哥哥 保护你啊 有哥哥在 哥哥 带你回家 不 只是与父亲无关 这是因为我一个人 华浅和父亲的情谊 让所有人都心生不忍 重活一生 女孩再一次失去了家人 为自己的私心 仲西武这场 大义灭亲的笑话 生生拆散了这个家庭 你 夏主 你 这个女人和皇上都疯了 一个在众臣面前公然示爱 一个当着所有人 武逆重西武 我仲心积虑地为你 捕肉费尽心思 将你从华家摘棋 你知道我做了 过来的努力吗 把我摘棋 家主所说的努力 就是拿着我收集出来的罪证 让我 去状告我的亲生父亲吗 我来一派仲仪为你证明 把你来我身边的陆一专一 把权给你铺好 你为何连一步都不肯 你可曾问过我是何愿意 你为何不愿 仲西武永远都不明白 花钱想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自由 是全家平安 是安安稳稳度过余生 这皇宫太大 人太多 女孩不想在这深宫之中 当之金丝犬 和别人分享仲西武 每日唯一的期盼 只剩男人对她的感情 可以冷得慢一些 他身边有太多的人 有太多顾忌 如同这次 明明知道杀害哥哥凶手 却因为种种原因 欺瞒花钱 你怕麻烦 你怕困难 可你会多就是不怕我 我在你心中的地位 你到了 总是第一个被放弃 假如是你选择的 你主动选择保下孟一妃 我给过你很多机会 也许你做的没有错 我知道 你肯定有很多 不容忍反驳的理由 可是众秀 死的那个人 是我哥哥 花钱是不愿相信了 他是知道仲西武 永远都做不到 男人做的一切 都自认为是护花钱安全 却在无意间 让他们的误会越来越深 将女孩推得越来越远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将花钱强行留下 整个后宫都乱了 第三个疯了的人出现 女人得知花钱被软禁 笑面虎被毁 封批就要闹些事端 我得跟没有闹起 姑娘 你这是去看看热闹 看到他们过得不好呢 我才能过得好 姑娘 丫鬟拼死拦下了他 原来他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 根本没有付他 都是父亲在背后 做了这些手段好 让他安心留在宫里 笑面虎醒来 看到脸上长长的一条疤 彻底疯狂 不择手段就要报复花钱 漩涡中的花钱 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每日读书 不言不语就在宫中清冷度日 旁人都觉得 仲西武是在软禁花钱 只有长公主明白 儿子是在保护他 将画家清卷都保护了起来 家国大事启能儿女情长 老太太马上也要出手了 果然没过几日 笑面虎偷偷将消息告诉了二叔 孟家就赶在大殿之上 群臣面前向仲西武逼宫 男人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仲西武 后宫之势启容外戚干涉 仲西武怒不可恶反斥于他 更是扬言要罢了孟家的权 孟依菲所受之伤 整治了外戚 马上就轮到内宫 笑面虎终于遭了报应 女人被软禁起来 再也不复往日嚣张 众叶兰身不由己 卷入漩涡之中 未免猜忌她不想揭权 但画家现在这种情况 男人又不能无动于动 起身就要进宫求情 沐瑶一句话拦下了她 有时候 男子的嫉妒心 她是比女子来的 还要猛猎心 沐瑶说得没错 仲叶兰身份敏感 难免会被仲西武猜忌 为了救出画浅 男人自证清白 和画浅画清界限 此次去南方 他要带沐瑶一同 他主动为沐瑶证明 请仲西武见证 生沐瑶为正妻写入家谷 镜头一转 画浅的院里 来了个不速之客 女人毫不避嫌 翻了院墙进来 摔了个实实在在的大屁蹲 她现在有了念想 反倒是可爱了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 那么讨厌你吗 你喜欢仲叶兰 就能不择手段地 跟她在一起 还没人阻挠你 不像 有些人 想见自己的心上人一面 却难于上青天 看吧 你就看吧 反正啊 我估计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以前那么针对你 我也不会对你说抱歉的 不过 我会换主方式还命 什么 我不告诉你 说完这些话 她就大大咧咧从正门出去 看傻了侍卫看呆了花钱 而远在江南的华荣舟 终于在市井听到了画家的巨别 她才明白小姐的良苦用心 男孩心急如焚就要赶回去 这时近来的人拦住了她 画面一转 武朔墨已是满脸无亲 华荣舟被她按在地上 她只是来还花钱当初的人钱 我只是欠她个人情 如今 能够是来还债罢了 华浅在进宫之前 偷偷给武朔墨送了封信 就是为了让她看住 华荣舟不要犯傻 一开始男人还不明白 看到华荣舟的样子终于懂了 回去能做什么 白塔 送死吗 死又可怕 放开我 放开我 为了摆脱皇上的威胁 华浅不惜以死相逼 仲西武又在女孩面前 干了一件蠢事 你现在这副模样 当真是什么都不在乎了 那个被你制造了护卫 你以为你把她支开 还找个人看顾 我就无可难合了吗 看着仲西武满眼杀意 男人的喜怒无偿话浅 是真的怕 他仓皇取出手上 小刀抵在脖子上 女孩的话还没说完 刀就被男人牢牢握住 温热的血液 透过指缝流到话浅的手上 你说过你怕死 可你曾为了师兄调养 又为了花朵管子罪 就连为了那个误会 你倒敢拿自己来威胁我 你不是怕死 你是不爱我 仲西武脸色苍白 握着刀一动不动 血越流越多 今天是仲西武的生辰 男人想让花浅陪他一起过 听到看到的 却是女孩的冷漠 要么让我走 要么让我死 你跟我的选项里 就不会有我什么 可是若我只想要你呢 那你能为了我 放下家主之位吗 你不能 你明明都懂 为什么还要逼我去选择 家主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们两个现在 到底是谁在逼迫谁 话浅的冷漠刺痛 仲西武的心 男人霸道蛮横 让他冲动说了威胁 华蓉舟的话 看到华浅拼死也要护住别人 这一刻他终于死心 他爱了那么多人 护了那么多人 偏偏心里就没有自己的位置 你让我惦记了那么久的 生日当病 如今看来 我还是无言尝到了 你放心 我从未想过 又伤害你 再一次 仲西武松开手 转身离开 华浅心如刀角 眼前只剩被鲜血染红的手 男人不许太监声张 也不许找太医 但在这宫中 又有谁能瞒得住长公主 听到儿子的手 老太太是真的怒了 那我便是 发也终不下她了 老太太直开吓人 沉默地看了女孩许久 才慢慢开口 她很喜欢花钱 但这皇家容不下她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到如今 仍然和家主纠缠不清 长公主端来一杯酒 一杯毒酒 没人能守护自己一辈子 即便她是皇上 女孩跪在地上 别无她求 只求长公主保住画家 看到老太太点了头 画前惨然一笑 拿起酒杯一鸣镜 最后一刻画前 想起签纸 想起父母 想起众西武 想起华荣舟 最终自己 还是落到了这个结局 兜兜转转 女孩没有看到 长公主眼中的水光 也没有看到 长公主命人 偷偷将她抬走 就连那串花钱 送她从不离身的佛珠 也被长公主扔掉了 做完这一切 老太太在院内放了把火 将画前存在的一切痕迹 都抹得干干净净 等到众西武赶来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她不顾下人阻拦风了一样 要冲进火场 崩溃了 跪在地上泪流满面 留给众西武的 只有被烧到面目全非的一夕百步 有史以来 她第一次冲撞了自己的母亲 难道真如画前所说 这深宫里全是尔虞我诈 连母亲都容不下她吗 留给众西武的 只有被烧到面目全非的一夕百步 有史以来她第一次冲撞了自己的母亲 难道真如画前所说 这深宫里全是尔虞我诈 连母亲都容不下她吗 喜欢有什么用 哪能仅凭喜好行事 要知道 我这是为你好 听着这熟悉的话 众西武才明白 当初自己给画前的爱 是多么沉重多么压抑 当初的画前该有多么难过 男人心如死灰内疚后悔 这一刻她恨透了自己 原来 听到这句话是这样的感受 娘 我是想要医生 你为什么就不能说我所愿 男人心如死灰内疚后悔 这一刻她恨透了这个皇位 她变得浑浑噩噩 一切都不重要了 母亲错了吗 她也不想这个样子 偷偷在儿子身后抹着眼泪 画荣舟日夜赶路回到皇城 只听到小姐自焚的消息 她不愿相信小姐已经死了 男孩潜入皇宫 走进这残缘断壁的小院 看到众西武静静立在院子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画荣舟一言不发 直接拔剑刺了过来 隐藏的是位见状赶忙将她拦下 画荣舟疯了一样 哪怕浑身是血 哪怕满身伤痕 众西武默默地看着她 已有死之不躲不避就站在那里 画荣舟还是没能冲到众西武身边 口吐鲜血死到临头 她反而释然地解脱了 众西武并不杀她 反而给她留下了一丝念想 这是画简拼命也要维护的人 众西武不想再错 有人欢喜有人忧 谁也想不到 全剧至此最幸福的人 竟然是长颈鹿 到死画钱都不知道 可爱后的长颈鹿 为她准备了什么礼物 女人肆无忌惮 闯到众西武的房内 和她做了一笔交易 笑面虎的划伤女人 背在自己身上 众西武保全画钱 放自己自由 你曾经很讨厌画钱 现在为何要对她这么好 因为现在不一样 我知道一直有人在等我 女孩背负骂名 被赶出众事员 娘家也不许收留她 一无所有却也得到了所有 她终于站在了心上人面前 你能想不起我吗 能 我对吃的很挑剔吧 我可以给你做饭吃 我对住的也很挑剔 我可以攒钱买房子 我从小什么活都没干过 全都我来做 你什么都做了 那我做什么 你做 做我的娘子可以吗 喝下毒酒的花钱并没有死 而是获得了第二次重生 也是在这个江南小镇 她结识了新的朋友 我是刚搬过来的 你也住这里 这些核桃 当做我的一点心意 一切都要从那杯毒酒开始 长公主从始至终都没想过要杀她 但为了家国天下 为了后宫安宁 也为了化钱能够自由 她设计了这场金蝉脱鞘的戏码 西武是我的孩子 身体里流淌的是皇家的血电 所以家主的位置只能由他来坐 只有他才能守住住家 西武从小动势之力 可是为了你屡屡破戒 你若来到重视园内宅 恐怕这后院就再无宁静之日 要坐稳这个位置 是绝对不能有作念的 化钱当时并不知情 而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到了这个江南小镇 四肢无力投重脚轻 面前摆了冲击的点心 和一些银跳一张房契 这便是他假死的条件 只要女孩终生不离开此地 那便可保化家仪是安宁 化钱终于自由了 离开了皇宫 摆脱了尔虞我诈 却也失去了所有 失去了一切熟悉的人 方寸之地从宫里换到了这个小镇 比起上一世他很知足 起码他保住了家人 真是个嘴硬心软的老太 比又给钱又给房 小镇鸣风淳朴 他结识了很多朋友 有追求他的徐公子 也有这个隔壁刚搬来的云娘 对她是异常的热情 她总是能给化钱 带来女孩最爱吃的东西 每一样都对准了化钱的胃口 两人不仅性情相尽 甚至经历都有隐隐相同 云娘嫁入夫家多年未遇 被丈夫修出家门 婆家不要娘家不容 也是截然一身 转眼已是两年以后 宫内众西武专心地看着手上的信 宫外充满刀剑交错的声音 每月一次化荣州闯宫 已经不知进行了多少次 刚开始一人便可以轻易将他击退 现在变成了两个人 宫外打了多久 他便认真看了多久 仿佛要把这几页宝纸刻到心里 隐隐约约看到写信之人叫做秦云 直到侍卫回报化荣州已走 侍卫见化荣州进步飞快 生怕日后留下祸坏 众西武头也没太缓缓开口 不能吓他 男人小心翼翼将手上的密信 扑得整整齐齐 仿佛这就是那个心爱的姑娘 化荣州则是疯了一样习武 哪怕刚被两人重伤也不愿休息 他活下去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化解 也是在这里遇到了迁职 小姐早给这个丫头安排好了后路 提前给他拖了奴级备了房契 才没有被化家波及 小姐一死 大家不忍心看化荣州这般执念 事情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你总得向前看 你知道我这一生五 你是被谁人学的吗 你让我向前看 那你呢 你做到了吗 那你又为什么要苦苦守着这家铺子 你又为什么 又假装看不见街角的红石淡淡地盯着我的人 你若真心不想让他难过的话 就按照他说的 好好过你的日子 他不需要人道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自从那次事后 仲西武和长公主关系越来越疏远 整整半年都没来过宫中 母亲虽然没有成全自己 却是保全了他 长公主背着他再次为儿子选秀 只是后宫有人急了 就算化浅走了 笑面虎也没能得宠 伤害化浅的是仲西武可没打算放过他 女人被仲西武赶出宫 这次入园的秀女之一正是他的亲妹妹 看到这一幕笑面虎彻底气疯 就在这时 太监带来了一件做好的衣服 那件属于化浅迟到的衣服 这不是主母的礼服吗 若是他穿上 肯定好好看 拿下去烧了吧 未有暗香来的大结局来了 一定要看到最后有反转 仲西武还是妥协了 木侠里摆着整整齐齐二三十封 没有一丝褶皱的秘性 男人眼眶通红亲手 将他们一封一封烧掉 也烧掉了最后一丝对化浅的念想 家主若开口 晴云可以随时把人带回来 接回来干什么 再死一次呢 上一次我胡不说的 下一次也是说死 这神娘 这一次从手告诉我的道 让晴云回来吧 因为 有人会好好照顾她 整整二十六次的闯攻后 一人一剑的化荣舟终于跨过侍卫 将剑架在了仲西武的脖子上 却从他嘴中听到了这样的答案 你觉得若是他还活着 我会让他离开我身边吗 如同仲西武没有杀他 化荣舟也没有杀掉眼前这个男人 男人收剑转身就要离开 就算仲西武告诉化浅已死 他也不相信 余生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他 看到男孩坚定的背影 仲西武终于告诉他化浅所在 化荣舟满心欢喜地走了 仲西武却斩断了自己唯一的面相 化荣舟已被他磨练成形 他叫人换回了保护化浅的云鸟 也亲手烧了这示弱珍宝的一封封信 没人知道他早就拿到了女孩许愿的花灯 无人之所缺 愁一两三松 想必他过得很不开心 到了最后一刻仲西武才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 既然他想要的是无拘无束的生活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成全 男人还有最后一件事要为化浅准备 仲西武心灰意冷找到母亲 他终于如了母亲的义 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由长公主决断 换来的是他几日的安宁和化浅父母的命 化妇的罪名已定 仲西武要亲手送他上路 化浅父亲已经老太隆中的越发明显 子女双亡早有死至 看到仲西武手中的毒酒他示然一笑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仲西武在他临死前终于将真相告诉了他 她是我的女儿 我当然知晓她的一举一动 那你为何不阻止她 因为我也只有这一个女儿了 所以你才会不请不责怪她 还要将最权烂到自己身上 原来我曾经逼迫她离开的 是这样的静人 她很好 你要保重自己 从回才去的 化浅终于在这个黑夜等到了化龙中 却也在不久后听到了父母双亡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女孩心如死灰 这一事自己终究还是失去了所有 你若真想回去 我有的是办法可以避开那些坚实的人的事情 毫妨无损地把你送过去 我还从来都没有机会去 你说 我爹他 从前 一直安静地观察着 我在背后收集他的罪证 想要搬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不会怨你的 我倒是希望他会怨 我曾经以为 我有一个荒唐至极的哥哥 还有一个偏心至极的娘 和一个只知道前置 所以我想早早地嫁人 远远地逃离那个家 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过去 我想逃离的那个地方 是我在这个世界最温暖的地方 这日他和往常一样 和华容舟在河边洗衣 眼角不经意间看到了 那个熟悉的身影 华容舟默默低下头 收走了东西 你等一下 记得回来 相互喜欢彼此折磨的两人 再次重逢恍若隔世 看到华浅很快了 那便足够了 可爱活着 华浅父母并没有死 老人在众希武的安排下秘密送走 女儿还活着 父亲和母亲也有了活下去的意义 这便是众希武故意要杀他们的理由 只有他们死了 华浅才能打破长公主的约束 可以离开小镇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一瞬间 仿佛回到了男人为他挡伤 回到摘星楼那无拘无束的时光 这对男女在最后一刻终于解开了彼此的心结 众希武头也不回地走了 华浅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有华容舟的保护 他也要去娶别的姑娘 华浅回到小院第一时间做了一份试贺 让华容舟给众希武送去 这份无缘吃到的汤饼让众希武不禁红了眼眶 他还在乎自己 还记得自己的感受 也原谅了自己过去压抑的感情 求之不得的东西他却碰也没有碰 男人心中最后一丝的心结终于打开 至此华浅和众希武一别两宽 各自寻找自己的幸福 早去早回 好 他去做他的千秋帝王 华浅坐在秋千上看他喜爱的画本 原著的结局在此刻再起波澜 画面一转女孩躺在病榻上常睡不醒 众希武在他身边悉心照料 香药缭绕 这重生仪式真的是华浅的一场梦 这才是未有暗箱来剧版大结局 看看余政改编了什么能让所有人多满意 首先是众希武对画浅的感情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当初画浅全家被流放 众希武就曾在母亲面前为他请婚 画浅一个欺负之身 画家又犯过那等过错 你让我如何接受他进门 孩儿先前就是因为顾虑太多才拱手上的师兄 如今我无法再重来一次 若是孩儿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处理好众家上下所有时段 能让所有人都不反对画浅进门 还请娘莫要在横家阻断 所以在画浅流放一年即将生死的时候 众希武在最后一刻才赶到现场 众希武生辰宴上 众希武要求走沐瑶 也是为了帮助画浅 甚至画浅哥哥送给画浅的布匹 也是众希武故意让他买走的 又有多少次的偶遇 都是众希武在身后默默看着他 其实他喜欢画浅 要比女孩喜欢仲叶兰还要早 在他儿时的时候 看到女孩善良维护侍女出头 男人才是画浅最早的竹马 只是画浅心中只有仲叶兰一人 然后画浅重生的两年真的是一场吗 你说 你爹已经死了 你成了什么傻 我爹两年前 为了四正清白已经吊死在玉 我爹呢 你爹 被斩首也是最有因的 你娘和你哥不是两年前你私逃的时候就已经被你害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一定是在做梦 好嘞 你放在不去告诉我 是我爹和我娘家四出车 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 画浅一脸惨白看着屋里的香药 原来自己重生后闻到的香味 真的是众希武为他准备的假营梦归单 两年前在他吐血身亡的那刻 唯一赶来救他的人就是众希武 从此以后他就远离皇城远离长公主 留在了这里外照顾花钱 整整26个月 众希武两年如一日每天帮他擦拭胃要条项 把所有一切都扔到了脑后 女孩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重活一世只是大梦一场 他谁都没有救回来 画浅就是我的护卫 我爹和我娘都还活着 我明明就回家了 我都开始 画浅不敢面对现实 他宁愿活在梦里 起码那里还有父母还有牵制 还有等着他的画容中 女孩气急攻心一口鲜血 再次昏迷了过去 也再次回到了梦境里 疼吗 疼 我就知道你是知道 他们又回到了过去 众希武在现实中继续照顾花钱 女孩躲在梦里和画容周在一起 众希武求众叶兰唤醒花钱 因为女孩一直喜欢的都是众叶兰 谁知仲叶兰整整换了一个时辰也没有反应 哪怕木瑶愿意放下过去 花钱也没有任何回应 最后还是仲叶兰的话提醒了众希武 女孩不愿意醒来 是因为梦里有她想要的东西 众希武静静坐在女孩身边 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感情 只是这里也有人在等你 一直在等你 明明是我们三个自小一起长大 可是你的眼里永远只能看到师兄医生 我总以为 等你到张所缘之后才会开心 你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如果我从一开始首先估计 不去隐藏自己的心意 你是不是就不会落到现在的地步了 我总觉得 你应该发现了 毕竟我隐藏的一点也不好 而且 我不知道梦里上你留恋的东西是什么 但那都是假的 只有我才是真的 从事实中都是如此 我等了你二十六个月 每日都在和你碎碎念这些事情 因为我总觉得 你在梦里应该能听到一点 我想要告诉你 不要害怕 如果你愿意醒来 我会陪着你面对这一切 曾经在梦里 听到过许多的非罪念 原来不是 可真是让我连睡觉都不坦实 也吧 现在 梦该醒了 离别总是伤心的 他告诉了华荣舟自己要离开 眼前的男孩却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这一次 我没办法跟着我 从姑娘知道 华卢馆和华夫人还活着 却没有让我去寻找他们的时候 我就猜到 姑娘总有一天要送你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比如 姑娘喜欢吃核桃 但不喜欢自己包 姑娘喜欢吃水果 但不喜欢吃不新鲜的 姑娘喜欢晒太阳 姑娘喜欢 躺在躺椅上 姑娘不喜欢太安静 也不喜欢太长荡 我还知道 就算以后姑娘没有我 也一定会过得很好 这才是华荣舟存在的意义吧 这场梦都是过去化浅失去过的人 都是女孩的遗憾和悔合 只有华荣舟是一束光 全心全意无怨无悔爱了她两年 保护了她照亮了她 最后也像一束光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在现实世界里 众希武在最后一刻 终于等到了化浅的回应 众希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팬�ам 退椅 转离